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各位就队 可以开始吗? 市长,副市长,民主长,各位事务官员,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本会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第九次会议,也是市政总咨询 由第一组咨询,由王鸿卫议员,雀梅沙议员,吴志刚议员 徐红廷议员,陈平浦议员,时间200分钟 市长,请 好,主席,市长,我们市府同仁 首先,昨天我们在日本神奈川县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件随机杀人事件 有许多小朋友在准备排队上车的时候,碰到一个51岁的拿刀 见人就砍,然后造成了二死十七伤,这两人死亡当中有一个是小朋友 还以为当然是大人,后来这个凶险当然也畏罪自杀了 那这边我想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都一直有发生这种随机杀人事件 也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后 可能有这个媒体不断的报导之后会有这些渲染效果 所以可能会起了消枝 或者是也只有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大家会特别注意之后 我们就松懈掉 所以包括我们电子围离现在目前事实上也已经几乎是停摆 所以在这边我想还是先提起我们这个市长还有我们警察局 要针对类似的案件呢,要还是要多用点心 尤其是在最近,是不是可以请警察局 在这个相关的这些同学的上下课之后 同学路上多做一点巡逻 所以在这边在这个正式那个董事件之前提醒市长 我们这样发生 不要每次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事情发生过就又没,大家又不注意 等到又再一次发生的时候才要来一直检讨 所以讲这是一个这个很不好的状况 市长可以吗? 可以 好,这是接下来 第一个本期很少问政治议题 但是有一题,这是我大概从年初 这我就一直很想要了解的 因为这个年初有一个立委选举的补选 那我们市长你的子弟兵也是你所谓的爱将 就是我们这个全观察局长陈世玉有参选 那媒体一直把这一次这个立委补选称为你参加这个2020大选的这个一个前哨战 这个你应该有印象嘛,这媒体一直有这样提嘛 那当初被你这个你的子弟兵 因为刚好本期也有参加那一次的补选 我一直被你的这个爱将一直攻击说我是代职参选 本期是代职参选 一直攻击,从头攻击到尾 到末期的时候,选举末期的时候 甚至有网友看不太过去 他在网路上面留了一个新闻报道上面留一个话 他说如果到现在陈兵府还是你只能攻击他这个代职参选的话 表示陈兵府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人 所以我本期在这边就很好奇 我没有要攻击你的意思啊 因为我们本来就认为说我们要讲正面的 要讲自己能做什么而不去攻击别人家 我只是想要请教一下市长 如果你接下来真的想要参选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辞职吗?代职参选,辞职请假 市长 这个到时候再讲吧 到时候再讲 当然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要特别的意思 因为包括我想很多人也会再拿韩市长 来给你做一个比较 那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你一直讲说你之后才会表态 到时候才会讲 所以你到时候就可以先看韩市长 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然后被舆论怎样的攻击情况之后 你再来做这样的反应 这只是我一直觉得说 在下一次的总咨询之前呢 到底你是代职参选 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这边 针对台北市政来咨询 另外一个就是你有请假 不你就是辞职 所以还是想请假一下 因为你的爱将一直这样攻击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一直很好奇说 那如果是到时候我们的市长 因为我怕到时候如果是已经要请假的话 我也干嘛问不到 所以至少我想要了解一下嘛 所以这样啦 这种选举的攻防战都有啊 所以每一个优点缺点 自己要去处理 不过是这样啦 不过就照你讲了嘛 除了这个以外好像也没有 你都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批评啦 所以表示说 You are very good 感谢市长的称赞 那到时候你的部分呢 我还是很想了解嘛 因为你的子弟们一直骂我嘛 在每次这些攻击 我说我很想 我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年初的时候 我就很想知道 那到时候 你这个陈前局长 你要怎么去问你的老板嘛 对啊 如果除了你除了这一点的话 其实他都没有 不是我嘛 现在不用讲我现在是你要选 我这次没有要参选啊 我这次 我这次没有要选总统 我也没有要选 你会参选立委嘛 如果我在选举的时候 除了这个以外 都没有被人家批评的地方 我会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已经要快要 我只剩下30秒 真的我只是很好奇 我当初就在想说 我们的陈前局长 到时候你能不能用 同样的标准 来问你的前老板嘛 我只是想问这个问题而已啊 20秒 最后20秒 不是啦 这个是这样啦 标准应该都一样啦 蛤 标准应该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喜悦 所以喜悦 所以表示 他有这样质疑你 所以表示你要代职参选喔 那这个到时候再讲 我都还没决定 看最好是不要 所以你还是不肯回答这个问题是吗 没有啦 我觉得这样啦 所以我只做一个 要刮别人胡子之前 一定要先刮自己胡子 包括你所谓的爱将 你的子弟兵 未来你 如果你正在争取大会的话 你一定有你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团队 那一定要约束好自己的团队 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随便去攻击人家 那至少你可以认同这些 不要随便攻击人家吧 对 可以吗 好 好谢谢 时间请暂停 那个我想先请一下 我们的警察局局长 还有中正一分局 今天是副分局长是吧 中正一分局长说 今天不在是吧 市长我先延续刚才 我们那个陈兵府议员所讲的 因为其实我们总咨询啊 包含我们那时候之前的 专案报告的咨询 那很多人都谈到就是 问你有关于选总统的事情 那今天民进党中职会 他们还是要再讨论 他们的初选的办法 那在昨天啊 那个蔡英文总统 跟赖清德见面 那么有讨论一些 他们要怎么去协调问题 这里面呢 跟你又有关系啊 那所以 柯市长 你与其让民进党这么为难 因为他们想说 他们的民调里面 到底要不要放进柯文哲 要不要放进柯文哲 好到目前为止 还成为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共事的 一个石头 刚柯市长立刻露出一个非常微妙的微笑 所以市长 你要不要早一点来公布 你要不要选总统 何必让赖清德跟蔡英文这么为难呢 这样很好啊 不是吗 啊 这样很好啊 不是吗 你说什么 这样很好啊 不是吗 这样很好不是吗 所以你造成他们的分裂 人家民进党都很痛苦 还说会分裂 你好开心啊 我很兴庆 我不是民进党的 所以你要不要提早宣布一下 人家光是为了 要不要把你那些民调对比那么痛苦干什么呢 没有啦 这个 这个就是哦 平常心哦 还是要训练 平常心 好 所以你几月要宣布 八月 你又说你到底八月宣不宣布啊 不会啊 啊 八月不会 不知道 不一定 其实这有标准答案嘛 登记的时候有去疑就是有选 登记的时候没去疑就是不要选 所以何必 就摆着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 我刚才就啊 还是 没有啦 其实那个专方我也讲过 这实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 真的 我常觉得台湾怎么搞到今天这个局面 实在是真糟糕了 所以你觉得你也变得不正常了吗 没有啦 我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中很努力的要保持正常 所以你觉得你你你现在的状态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你是不是算是不正常的市长 因为市长应该比如说要花这么多时间跑去美国日本 然后嗯 中国大陆 跑到南部 你看 中国大陆那个不是特别跑啊 那个就是行李如鱼嘛 你该每年双城论坛该一半的都要办嘛 这里面 不过日本是这样啦 因为当时 有时候人家也是拜托啦 像谢长廷大使他要办那个台日观光论坛嘛 偶尔我去的话 卡梅拉会跟去嘛 他至少就省了200万的广告费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去报道这件事 所以他是 是他拜托你去的 他跟我说他有一个观光论坛啦 问我能不能播 我们播时间去 我说好吧好吧 既然去的话就顺便绕一绕这样子 但是你花很多时间 见日本的政要 还跑到他们的核灾区 这个是观光吗 是台日观光行程吗 不过这样啦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的行程 我觉得看一看也很好 其实日本是我们一个很好的reference 一个参考坐标 我倒觉得这一次去还是学很多 好 我为什么请警察局长 中正一分局 那大家都知道 6月1号 6月1号 凯道有一个大会师 那可不可以 局长清楚 如果记得不清楚的话 就请分局长 来回答一下 你目前现在我知道 相关单位已经去申请了路权 目前的这个 市长又在抓头 市长你都不知道 他们都不跟你报告 其实台北市 一年有两千场的陈抗 你知道我都觉得这样 这不是陈抗啦 这不是陈抗 这是一个那个 肇事大会 嘉年华 嘉年华也可以 讲嘉年华也可以 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这个 他申请路权的状况 是不是 我听说是在申请路权 是不是已经 已经核准 还怎么样 已经申请核准 已经申请核准 现在 路权的范围在哪里 在凯达格兰大道北侧 嗯 然后到哪里 他申请的范围就是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 这一段 到中山南路这一段 就是警服门这一段 是 是不是 警服门前面 是 好那感谢 这个中正一分局 我听说 中正一分局 算是 并没有在刁难 所以这边 所以 市长也有完全掌握相关的状况吗 其实我们 我对 因为台北市 城抗太多 所以我都是 我都是 要求他们 就照SOP 然后照规则 我们现在都是上网去登陆 所以很多都越来越公开透明 我们就平常心公开透明 该怎么做也怎么做 这样就好了 市长因为你之前也是跟韩国瑜是好朋友 6月1号你会去凯道吗 6月1号我要看我的schedule 应该不会吧 不会啊 6月1号 礼拜几 礼拜六 我看一下我schedule 我常常都前一天晚上 大家看我明天要干什么 所以不确定你会不会去 那另外我想请问警察局长 局长 在这个6月1号凯道 有没有任何说可能会有 破坏啦 或者是来滋扰的 任何的这个情资 相关情资有没有 目前是没有 那如果有不同这个立场的 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区隔 这个集会游行的这个秩序 跟附近的道路交通 我们会妥善来维护 好 那因为这个活动啊 从公开之后呢 其实网路上有很多的 这个不实的留言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呢 还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假讯息 说是一个圈套 根本没有这场活动 那所以在这边 因为我听到的是有在申请路权 所以在这边确认他已经有申请到路权 那另外呢 因为在网路上一直都有一些在黑寒的一些讯息 比如包含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假寒粉到现场 那么去知识啊或者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 然后呢在现场搞了一些试端之后 然后就说你看这些寒粉都是不理性的 寒粉都是这个会攻击人的 所以在这一部分就是当天的活动 因为相关的维安我们警察同仁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有充分的部署嘛 那另外呢 因为过去在 因为韩国瑜大家都知道 那个韩流啊三三造势 那当时都会有很多的摊贩 那么像还有什么国瑜夜市啊很欢乐的 就像市长讲的是不是一个嘉年华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知道 因为凯道的特殊的 就是我们在博爱特区 所以如果有摊贩可以在那边摆摊贩吗 有摊贩特区吗 不好意思是不行 我们今天下午也发了新闻稿 特别针对这一点做说明 就是不能有摊贩 所以如果要来这边这个夜市 什么这个小吃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凯道历年的这个集会游行活动 都没有允许团乱啊 在那边摆摄 因为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 要确知一下 因为我们也很怕 这个整个讯息太过的这个纷乱 那另外啊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支持韩国瑜的民众啊 在中南部 他说他们要夜宿凯道 可以吗 因为他们可能提前要上来 可以吗 不好意思 我们6月1号申请的集会是到晚上10点 如果民众提早上来 他不是集会 他是为了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会给予协助来引导 就是会有一些劝导啦 就是你 你不要到时候在上面什么扎营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 我们会给他协助 比如说附近 他在凯道附近 我们会协助他引导 比如说究竟他去住的228公园 周遭都可以有休息的地方 好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这是一场啊 是一场就是说 他是造势大会 是一场大会师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平和 我们也希望啊 里面不要有任何的 有这个有心知识啊 在里面去故意的去造势 引起骚动等等之类的 所以在这部分 不管在交通方面 在安全上面 那么麻烦我们台北市的 这个警察局同仁 能够大力的协助 好 谢谢 警长请回喔 市长 您刚刚提到说 去日本喔 是谢长廷主动邀请你的 他有 你这一次的行程喔 当天来回东京跟富山喔 我自己对日本也蛮熟悉的 当天来回东京跟富山 如果谢长廷邀请您去的喔 表示谢长廷在富山办了一个观光论坛 对不对 用所谓的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公款 办了一个观光论坛 然后邀请你当天往返做吉祥物 然后再回到东京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追究一下谢长廷的政治整论 没有啦 我跟你讲喔 这个观光论坛在富山办的多好 结果呢 你去多久 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 吃顿饭 接个牌 吃顿饭接个照相 两个半小时不到喔 有啦有超过 我主要是可以带媒体去的 他是看准这一点 因为媒体都会去 但是外交部的这个 我身为驻日大使喔 做这样的一个真的操作 你要做宣传带媒体去 很好啊 我们在富山 大家待个两天一夜 三天两夜 好好宣传台日交流跟富山 搞到半天 原来两天快闪 而且我相信谢长廷还跟你一起回东京 没有没有 他后来还在东京跟你见了面 所以表示他自己在富山也没待多久 没有没有 所以谢长廷的这个政治责任 他慢一天才回来 所以第二天他没有跟我 第二天我 所以他第三天才到嘛 多待了一天 他多待一天 市长其实你去日本喔 我真的建议你 你应该要去见一个人 喬下策 你还记得这个朋友吧 他来台湾我有请过他吃 他来台湾你有请过他吃饭 你去大阪你有见过他吗 喬下策当年 当选所谓的大阪都之士 对不对 然后后来做了政治改革 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很多人在讲啦 说什么 你是日本的什么 你在日本喔 有没有 你算喬下策是日本的柯文哲 然后你是台湾的喬下策 你们两个政治性格很像 喬下策后来在2014年 退出政坛 所以我建议你去跟他聊一聊 看看他的心路历程 特别是你现在到底要往上走 还是有没有 还是选择留在台北市 专心的把市政的这些 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一些烂摊子收拾好 我建议你去日本喔 不要忘记这个老朋友 好接下来我要请问你一件事 早上你跟媒体的访问里面有提到 所谓的这个双层论坛喔 你提到说这个 中共 共产党喔 会给 会不会给你一个标准 你说九二共事是对国民党的 那给你的标准是什么 没有啦 是这样啦 其实他们也分得很清楚 如果是不同层级的level 不同层级的要求 那如果我们把 所以双层论坛的前提是什么 你认为他们的政治前提是什么 我们把它定义在两岸的城市交流 你还是把它定义在两岸的城市交流 时间点 老实讲喔 现在 现在 其实现在 我跟你说喔 这个 你要是有实际跟他们交往过 他们都这样 他没有可以拖到最后一秒 他不会跟你讲 但是你的时间 他也可以拖到最后一秒 你也可以拖拉到最后一秒 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两岸一家亲这个语言 请问他的出字 他的来源是什么 我不曉得 在2014年余震生的对台工作报告 跟2017年习近平的语言 都提到过这件事 换句话说 你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民选首长 引用了中共 政治人物的语言 在台湾 然后呢 大家把你视为说 欸 这个两岸一家亲是一五星观点喔 是我柯文哲发明的 所以间接意外的通过了 中共的考验 因为中共认为说 欸 在柯文哲身上我看到一点是 他讲了我们的语言 但在台湾还被接受欸 这就是你在两岸关系里面的价值 这是共产党的思维 是吗 我不曉得 不过我倒是讲喔 因为我对大陆的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我以前很喜欢读 你熟读历史啊 所以我还是要问你一件事 你第一次去参加双城论坛的时候 看起来两岸一家亲这个语言 是你的敲门砖 你不可能不知道 两岸一家亲这个语言 曾经是中国大陆的官方语言 而你后来引用了 是吗 所以你第一次参加双城论坛的时候 两岸一家亲是你的敲门砖 这一次的敲门砖是什么 我跟市长报告 我觉得是这样 现在大家都认为 你有可能要往上一步走 我觉得你要善用这个优势 我还是要跟市长来请命一件事情 我们动物园 团团圆圆的女儿 圆仔 发情期都快过了 还没办法配种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两岸关系冷冻下的人囚 那他身为我们台湾的什么 新台湾熊 他在台湾出生 在我们台北市 东元出生 身为新台湾熊 我希望你可以加一个条件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中国大陆不放行 让圆仔配种 你就不去参加双城论坛了 双城论坛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争取我们的发球权 我们也可以帮我们的所谓新台湾熊 来争取权益 为什么一定得去开双城论坛 是不是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应该 这个没问题 我跟你讲 圆仔这件事情 你动物园园园长 你也可以请动物园园园长 或局长这边也可以来回答 卡了多久了 几年了 都没办法处理 被谁卡 被谁卡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两岸关系僵化以后 又卡在联合国 又卡在这个 这个问题 大猫熊决议组织 文教组织 全部国际组织都卡住了 所以你能不能够把它当作双城论坛的一个前提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对你来讲 我认为双城论坛 城市跟城市之间 我们的新住民 新台湾熊 在台北市 这对两岸关系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 这个前提其实不一定是要大陆设给你 其实你设给大陆也可以 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你承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没有这个有问题 我想跟议员报告 因为这个 豪熊原载的配对 我们希望大概透过 我只要市长承诺 会不会把这个当作双城论坛的前提 我会提供市长相关资料 能够带过去 请这样把它当作双城论坛的前提好不好 我们时间暂停 我们先看第一张PPT 好 市长 你已经看到今天的主题下一张 我也做了一份民意调查 好 长期呢 因为本席身为妇幼代言人 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 我们学童营养午餐的健康与安全 那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咨识 那么终于呢 黄天不负苦心人呢 终于我在102年12月成功争取全台北市国小学童每周免费喝一次牛奶 如果过敏体质可以改喝优酪乳或豆浆 那后来呢 很多家长跟孩子都跟我反映 我们的营养午餐不好吃太难吃了 所以呢我就去做了很多的调查 发现日本他们有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大比赛叫甲子圆的竞赛 后来呢 局长也很认同本席的idea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个台北市公司丽小学真实美味午餐大作战 第一届总决赛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 那首场总决赛是在105年4月27号 那天比赛的餐点美味可口 而且多样变化 而且每一个还有亲子组一起做的 非常非常那个看起来就很想吃的 但是我们营养午餐不能比赛那天才好吃 应该每天都很好吃 那么后来呢 市长呢 我争取的牛奶 后来科市长希望把它改成天然钙蘸餐 因为你都知道我们台湾的孩子缺钙 本席呢也没有反对你 后来你把牛奶纳进去 您的天然钙蘸餐23种的地 加了一种24种 那后来呢你在106年5月24号 这个营养午餐的比赛 你做了一个小田园的熊钙蘸 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市大运的时候 熊蘸也来帮我们做代言 那天就很多我们的营养午餐 都是跟天然钙蘸餐有样 菜色也非常好吃 可是事与愿违 后来听说大家的营养午餐的天然钙蘸餐 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我就想说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个使用者来做问卷调查 所以就做了问卷调查 等一下跟市长来分析这个结果 那后来我就觉得我们该跨县市 所以在107年的6月8号 我们的营养午餐大作战是以爱幸福跟做便当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新北市 基隆市跟桃园市六校来参赛 那一次大家也很热烈效果非常好 我一直都认为孩子只有吃的健康安全 才有好的学习力 有好的学习力孩子也才有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很多教育要改变 就要从孩子的营养午餐来开始 这也是我们教育政策规划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不知道市长认不认同我的说法 那我就看了一个资料 但是因为国建署这个资料很久了 2013年很多年没有更新 但是我看了很多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报道 也都显示 其实我们台湾的孩子都缺钙 那国建署在103年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中 发现7岁以上的族群 钙质不足的比率达9成以上 然后7岁到18岁 国小 国中 高中生 更有96.6%到100% 为达建议的钙的摄取量 所以普遍我们的孩子都是缺钙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章 到底缺钙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首先根据台湾 台湾营养基金会的执行长 吴应荣执行长 他表示会对孩子的 其实我们现在都缺钙 所以会对孩子的身高发育造成影响 那这个吴指寻长也提到说 其实呢 依据卫福部国建署的建议 小学生每日应该要摄取1.5份的乳品 也就是360毫升 但是根据台湾营养基金会 在2017年学童奶类摄取量的情况来调查的显示说 有8成5的学童鲜乳每天喝不到1.5份 其中更有4成的孩童 一天喝不到一次鲜乳 有近一成的学童整周都没有喝到鲜乳 所以呢 后来这个吴指寻长 他就说明说 比较小学4年级的数据来分析发现说 如果你鲜乳喝的比较少的学童 平均一天摄取量只有96公升 只有16毫升的话 比起一天喝到1.5份的学童 矮了你知道几公分吗 3公分 矮了3公分 所以很多的一些数据 包括国外他们都有这样的数据 都觉得说缺钙会影响 孩童身高的发育其中的一个要素 然后另外呢 这个就是说 幼子小儿科的一个院长 陈慕隆院长也表示说 鲜乳是补充钙子的饮品 而且钙子是学童维持骨骼 正常发育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如果钙子摄取不足 都会影响到身高的发育 那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核心新生妇幼诊所的小儿科 组织医师陈映庄 他就表示就是说 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发育状况 然后不确定身高是否够 然后他们儿科有一个冠疫的 减疫身高的公司 来测试这个孩子成年后预测的身高 我举女生 因为我的数字就刚好符合 他说女生的身高等于 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减13 之后除以2 然后正负7.5公分 然后我的父亲182 加上我的母亲162 减掉13除以2 等于是165.5 那因为我从小每天都喝至少一瓶牛奶 我在学校有订 有时候回家我会再多喝一瓶 真的每天我非常喜欢喝牛奶 这样加起来165.5加7.5 刚好是我现在身高173公分 实际的例子真的确定有影响 后来我做我的小孩做测试 真的我儿子加起来就190公分 真的是有影响 因为他每天把牛奶当水在喝 所以这些数据我就是要告诉市长 真的真的是有差别的 那当然就是说你除了基因 然后你如果后天如果营养充足 睡眠充足再多运动 这个会有影响 而且最低跟最高的差距可达15公分 好 再来第二项 缺钙也会造成孩童的肥胖 所以我还跟我助力开玩笑 最近我胖了4公斤一定是我缺钙 然后他们还一直笑 真的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的理事长 萧敦仁理事长就警告 缺钙不只影响骨骼发育 而且会增加脂肪的合成 所以呢过重和肥胖呢 是台湾学童常见的健康问题 除了偏食摄取高热量食物 还有含糖的饮料有关 他强调钙质摄取不足也是其中的原因 而且国外也很多研究也证实说 摄取较少的钙与肥胖有关联性 所以摄取较多的钙质较能抑制脂肪的形成 所以大家今天开始要多补充钙 再来第三点 就影响孩童的身心状况 如果一个孩童他缺钙的话 就会出现食欲不振啊 精神状态不好啊 对周遭的环境的不感兴趣 智力下降免疫系统下降等等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其实钙对一个孩子很重要 他比这个大骨汤的补充 还可以摄取更多的钙 很多的数据都是可以显示 所以我就对孩子做了一份问月调查 因为我们推行天然盖战餐 也几年了多久了 局长 时间暂停 应该有一两年 一两年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对孩子做了一份问卷调查 然后你看到 纸本有748份 然后呢 电子的有383份 总共有1131份的有效问卷 好我们来看问卷调查的结果 好 第一个我就问他们是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其实六个年级的人数比例都差不多 一年级有18.5 二年级有18.1 三年级有14.4% 四年级有16.6% 五年级有15.9% 六年级有16.4% 其实都差不多 好来第二题 我问他说 我现在就读的学校 我们来提供每周喝一瓶免费牛奶 优酪乳或豆浆 72.9%的学统表示 目前就读的学校没有提供 好 再看下一题 好 第三点是我对每周至少免费喝一瓶牛奶 优酪乳或豆浆喜欢或不喜欢 近九成的学统89%的学统表示喜欢 每周至少喝一瓶牛奶 免费牛奶优酪乳或豆浆 好 第四个 我对学校午餐天然盖餐餐的菜色 喜欢或不喜欢 31%的学统表示不喜欢 那大部分都觉得还可以 好 好 第五 我对天然盖在餐 跟每周至少免费喝免费一瓶牛奶 优酪乳或豆浆 比较喜欢哪一个 77.5%的学统表示 比较喜欢每周至少喝一瓶 免费牛奶优酪乳或豆浆 第六题 我想恢复成每周至少免费喝一瓶牛奶 优酪乳或豆浆 想或不想 85.1%的学统表示 希望可以恢复 而且其实最后一题 后来我想到说 我来了解一下 小朋友想对柯P阿伯说的话 那刚刚是小朋友的心声 他们没有觉得你天然盖餐餐不好 但是他们更希望每周可以喝一瓶牛奶 而且其实花的经费很少 我等一下再跟市长分享 来 我们看 小朋友要对柯P阿伯说的话 你看啊 如实呈现 不然到时候我可以把这些问卷 全部提供给你 小朋友说想长高 所以希望柯市长阿伯可以给他们很多牛奶 有一个小朋友说 以前牛奶送来的时候 那节下课大家都很开心 超级想恢复成每周至少喝一瓶牛奶 优肉乳或豆浆 可以让他们各健康 那有一个小朋友说 提供水果也不错 可以帮助水果那个产量过剩的农民 其实你就觉得小朋友都很可爱 然后有小朋友问说天然盖餐餐是什么 然后有的希望营养午餐的菜色可以再丰富一点 然后有小朋友说在午餐里面发现虫 希望可以改进 这都是小朋友如实呈现他们的想法 有小朋友说要发给小孩小孩年金 说儿童节的活动要多一点 还想说要看棒球要大巨蛋 还有小朋友说对你无话可说 然后还有小朋友说 你辛苦了以后要继续当市长喔 可见得他不想要你去当总统喔 然后还有问说不当市长以后会继续当医生吗 还有小朋友说希望你去当总统 先预祝你当选总统 下一张是最后一个是这个当选总统 好这都是纸本上的说法 下一张 好这个呢是电子 电子上面他们想对科毕阿伯说的话 他说我喜欢喝牛奶不喜欢盖站餐 我妈妈说请不要歧视女性 并且停止说不入流的言语 希望午餐菜色种类多一点 然后每星期喝一瓶牛奶谢谢 营养午餐应该打折 儿童捷运的票价太贵 希望每周有牛奶 加油给学生福利好一点 还有给台北市国小冷气吧 至少每周给我一瓶免费牛奶 可以有两瓶更好 希望恢复阿公的老年人金 阿公也会每周买牛奶给我喝 这也真可愛 好希望恢复公益每周至少免费 一瓶牛奶或油肉乳豆浆 这大概就是小朋友的心声 我看最后一张 到底要花多少经费 其实真的很少 根据我们教育局的统计 104学年度国小学总人数是 11万8471人 和104学年度编列的9900多万 办理国小学童免费每周 喝一瓶牛奶或油肉乳豆浆 每位学童只要花838块 只要花838块 如果我们107学年度的国小人数 跟后续要花费 其实呢不到一亿 不到一亿 如果一年花838块 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让他们更健康 更营养 长得更高 市长你觉得值不值得 我想是这样 是应该授权他们在营养午餐里面 你要仔细回答 我跟小朋友都讨论 因为我上周办了一个电影 也告诉他们做了问卷 然后他们说有礼物要送你 你同意不同意 他们都有礼物要送你 所以我今天也把他们的心意带来了 所以市长是不是可以 体恤孩子 听听孩子的心声 他们喜欢的天然盖蘸餐 由他们来决定 他们想恢复每周至少喝一瓶牛奶 可以吗 可是我们现在在营养午餐里面 应该是允许他们 在里面买牛奶 就解决掉了 他其实你说50块 你说要再额外去养毛 戳在养生上 怎么能够做出更好吃的菜色 我觉得啦 真的花不到1亿 一个小朋友 一年只花838块 你投资台北的孩子 就是台北的未来 难道不值得吗 一亿也是 时间暂停 市长让你想一分钟 让你太一分钟 你认真回答我 可不可以恢复 每周至少免费喝一瓶牛奶 过敏的体质的小孩 改喝优酪乳或豆浆 可以吗 我刚才这个 而且这都是小朋友的心声 我们一份一份 1131份调查出来 不是我自己凭空 念造的数据 我的态度是这样 科学问题科学解决 国小的营养午餐 到底有没有缺鈣 还是有一个分析 怎么去达到目标最有效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 天然盖餐餐是什么 而且很多孩子也都不喜欢 他们最喜欢还是牛奶 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牛奶 柯皮阿伯 可以啊 就是营养午餐的时候 顺便喝就好了 可以给他们牛奶 整桶埋 不到1亿 一个小朋友只花你838块 不是我跟你讲 你不会这么吝啬吧 不是我跟你讲 这么吝啬给孩子 跟健康 跟幸福的未来 不会吧 你这样怎么忍心呢 局长你不要回答 由他来回答 让我讲一下 你不要说 让他冠冰 柯皮阿伯 柯皮阿伯 我代表小朋友来给你 征许你的意见 他们要礼物要送你 可以或不可以 我自己就是医生 可以支持他们吗 不是啊 这种问题就是科学问题 科学解决 要达到同样的目的 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市长你每次都科学问题 科学解决 可是有时候是温暖度 跟感受度 跟喜欢度的问题 不是科学的问题 就像当初我在问你说 科学生日 他明明就想要吃日本料理 你就要请他吃法国大餐 那这不是他喜欢的吗 我们生日都没有吃饭了 你没有办法回答 我们家生日都不吃饭了 我的重点不是 孩子想要喝牛奶 可以给他们牛奶嗎 报告议员 我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 我们小时候是不准吃零食的 小时候不准吃零食 牛奶不是零食啊 牛奶是非常好补充钙的 营养品啊 我妈妈小时候管我很严 我们只有三餐吃饭 议长他要浪费我的时间 蛤 真的 你很不爱孩子欸 不会啊 我做了这么完整的 民意调查 代表孩子来跟你争取 一年只花838块 你都不愿意支持 投资他们的未来的健康 你好残忍喔你 这个这样 这个要怎么去做 因为我后来发现 他们营养午餐也有给吃牛奶 先暂停 议长 他们真的有吃牛奶 你都不针对问题回答 讓另外的时间 快点我只剩一分钟 现在学校营养午餐 大概79%的学校有供应牛奶 小朋友说大部分没有 不是 他希望你可以免费编略预算 来给他们喝嘛 那你要免费 应该把营养午餐说 不然 是这样 你想一个方式 让全台北市小学生 每周都可以免费 喝一瓶牛奶 你想一个方式 可以吗 我们的营养午餐 还是可以有补助办法 我们想想看 这该怎么弄 市长你回去想一想 怎么让他们喝到牛奶 因为他们喜欢嘛 他们有那么多话 还这么多人支持你选总统 那小朋友支持你选总统 你要如何回应小朋友的期待 我们来正式议题 来演绎一下好不好 回去演绎这个 但是小朋友 你如果回应小朋友 对你的期待 希望你选总统的 不可以说谎话 不可以骗孩子 不是啦 这个预算是要变教育局 还是社会局 先想一下 时间暂停 一掌 他都语无伦次 我问小朋友 问你 即使你选总统 你要让小朋友 回应他们的期待 不可以骗议员 不可以骗孩子 我是很务实 这个钱是要编 教育局还是社会局 我马上就想到 钱是要从哪里来的问题 这个就很心 本来小朋友说 如果你今天 就同意让他们喝牛奶呢 他们我买了牛奶 来请你喝 但是呢 你说你还要回去想很久 我想好 你再送我喝好了 那要送你这次吧 可屁阿伯 还我牛奶 今天牛奶 有我们咨询组 来帮你喝 这块板子 我让你带回去 放在办公室 等你想好 再把这个板子还给我 实时提醒你 一年只花一个孩子 只花你838块 给他们健康的未来 你回去想一下 这个我们想一下 这个我们想一下 好 想一下 这才刚开始市长 好接下来时间再停我来放一个影片 大家好明天王辉就要总咨询了 我们收集了柯文哲网路上的十大跳票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 说要把这里打造成动漫基地 但一年过去的这里依旧是文字机 很简单啊这个叫市长决定一切 因为他们业界他说 如果直接用电动车成本开调 所以是政策调调吗 但是为什么原本是答应说 是全部百分百的油电混合成本 只剩下10% 我坚持财政纪律 坚持管理 不可以推下预算 每个场合都要说一次 任期内工程不追加预算很自豪 只不过环南市场改建案似乎破功了 只不过现在为了要符合新的智慧建筑标准 又再追加预算5900万 柯文哲一度无路可退 警方赶紧把双方隔开 才让他安全回到座位上 希望柯市长因为他在一年前 针对于性教育政策有表达说 应该要合法管理 但是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政策 你应该还记得 当时你还有一个承诺 就是让优游卡公司的业绩翻倍 那么现在翻倍了吗 没有 台北市长柯文哲才决定中小学的教室 将全面的装冷气 却被家长质疑 未来教室的冷气还是要家长会自行的募款 是否只有补助学校定源的改善 而且以一间大于20个班级的学校来算的话 平均一个家长就要负担大约四五千元 被批评根本就是话大饼 台北内湖的塞车问题 市长柯文哲曾经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夸口 说九个月内要改善完毕 现在感觉起来似乎是已经飘飘了 去年八月鼓励大家共乘计程车 原本三年的计划 尽早在今年三月结束 还有那颗捷运早鸟事半三个月就胎死腹中 交通问题常常不是交通问题 但是都市计划失败了 所以变成要回到根本去解决 就是把台北市的都市计划 以交通为导向重新再整理一遍 我如果是为了选择要解决这个 我去年要选市长的时候早就把它解决掉了 所以是这样啦 我们还是不要设什么时间表 选前心事淡淡台北市长柯文哲发出豪雨要盖公共住宅 设下四年两万户八年五万户的远大目标 还说上任四年内要盖完 这样啦四年两万户 可以做到四年两万户开工就已经很厉害了 大概只能做到这样 全身马赛克然后变身 全身马赛克变身处理 全身是哪个市场规划 我不太确认到是马还是豪宗 因为他们两个人 所以说这个地方放飞了多久 放飞很久 当时这边一直都没有活过 下面甚至沦为是那种科长的地方 别说他们都是正不太经历 正不太经历 其实那个时候就缺乏关职 不是 是一个假日的 当晚六点人也没有起 一日幕了讲的一副号 前任做不好 他来活化 活起来了吗 楼上活起来了吗 这个人次啊 是节节的衰退 在这里面有22间的展间 现在呢大概三分之一的展间呢 通通关门大集 台湾的老百姓对政治人物说谎的忍受性很强 英文叫Torrence 看完上面十大影片 你有哪一个特别生气呢 看我明天怎么来咨询科幣 市长 这个看完这影片还蛮长的 应该recall你很多的记忆 你过去很多的承诺 如果啊 我们要一一来检视的话 我们咨询四个小时也不够 市长 你要唉声叹气 一个一个来 我不用一个来 我跟你讲我就四个小时也不够 但是我现在要先讨论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时间暂停一下 那个 主席我有请那个悠悠卡公司 这是我们新任的 悠悠卡公司的董事长 陈董事长 你第一次来议会吧 对 紧张吗 一点点 一点点紧张 很紧张才对 哎呦 市长你才应该紧张啦 因为以下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跟他没有关啊 没有 好 对 不要流汗 我对于女性都很温柔 希望你好好做 因为你来的时候的 是悠悠卡公司现在比较辛苦的时候 因为前面都被他们玩惨了 玩坏了 好来 市长 在刚才的那个影片里面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曾经在总咨询 当时在你旁边的是林向卡 当时我们这个是在两年前 我就说 你当时夸下海口 你上任之后 悠悠卡公司的业绩 获利要翻倍 不是 要double 营业额不是 好营业额double 总交易额不是 不是获利 好也没有 你又再推脱了 你又再推脱 营业额也没有翻倍 应该叫总交易额 那才是目标 你现在又搞总交易额 所以呀 推来推去都不是你的错 就像那个 那个内湖交通问题 很多都胎死腹中 内湖交通也没有改善 你说这不是交通问题 这是都市计划问题 所以都市计划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是别人的问题 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今天为什么要花一些时间 也就是我们持续 在关心我们现在台北市 各个面向面临的困境 我讲了很多次 去年九月 我跟你提醒 东区商圈没落的问题 好 问题只有扩大 好你到现在才要解决 所以呀 柯市长 你真的 你要听王洪威的话 我跟你讲 我没有 我不会害你 虽然我跟你不同阵营 但是我们都就是论事 而且时间会证明 我所说的是事实 就如同悠悠卡公司 我刚才两年前警告过你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的悠悠卡公司 发生什么问题 我刚才想说 董事长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优卡公司 之前你们市长 世人不明 第一任代季权 最伟大的 最熟知的政策 就是发行 AV女优卡 所以要冲业机 好 第二任林夏凯 做的比较久 他的错误的政策 使得我们优卡公司 在电子支付市场 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进入市场 而且已经远远的 看不到对手的车尾灯 所以我才讲 董事长 你现在来啊 会辛苦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已经大家 蚕食瓜分的差不多 你的对手 也远远的超前 在你的前面 好来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不用再放了 来 我要讲的就是 当时呢 你的借口 是一卡通 当时你的借口 是一卡通 现在不是 你刚才讲半天 我是说交易金额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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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你说是 杀出陈咬金 但是一卡通 确实 现在在 他的市占率 特别在电子支付 这一块 已经超前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因为我这个 早上有开过记者会 我为什么要讲 就是 柯市长 你现在想要 竞选总统大位 但是原来我们台北 是有优势的 比如说像悠悠卡 在你这四年之间 我们所有的市场优势 都已经不在 真的被你玩残了 以获利来说 在四年前 我们还有一年 有税后净利 有2.6亿 到了去年 只剩下1.4亿 足足几乎腰斩 刚才讲 他的营业收入 好 营业收入 有增加吗 也没有增加 世上也是稍微的 在衰退 好 所以 你获利 第一个 营业收入没有增加 最后的净利 获利在衰退 好 再来 在市占率的部分 这个是讲电子票证的部分 好 一卡通 爱金卡 很多的票证公司 他们陆陆续续的进入市场之后 再加上 最早先 我们让一卡通 进入台北 引清兵入关 我们足足有一年的时间 相对悠悠卡 没有办法进入高雄 当时你要讨好城局 当时你跟民进党的关系很好 送给高雄一个大礼 使得我们的 现在的票证市场 占有率 节节的衰退 好 再来 好 这个也不要 这是你之前 去年夸口的无现金城市 有卡公司 现在的无现金 都是别人做的 比我们更要好 好 这个我们先先 来 再来 好 电子支付 我们跟有卡公司调资料 你们现在说要进入电子支付 说你们成立小组 每两个礼拜开会一次 我跟你们问 那现在整个的市场状况如何 占有力如何 你们说没有 我今天早上就说 你到网路上找一找 我们这里是助理找出来的 营用银行局的资料 事实上还有其他资策会有资料 都可以找资料出来 以金管会银行局的资料来看 以卡通现在成为 他的市占率成为龙头 他去年八月进入市场 当然他跟LivePay合作 所以一下子 业绩冲得飞快 而我们现在呢 虽然拿到了执照 可是我们的 到现在还无法上线 你这个是一个趋势图 你可以看到 以卡通的票证呢 也是一路超前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以卡通啊 非常快速的 他就变成电子支付的龙头 那我们优优卡公司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事实上你当时啊 还曾经去跟中央呛吓 说是因为中央来卡 优优卡公司 好 所以刚才有一个page 对不起啊 如果可以的话把他找回来 当时 你呛中央说 这个第三方支付 开放的太慢 卡了优优卡公司 就金管会还一度开记者会来 澄清说 你们根本没申请 这都是过去事 但是 柯市长 你除了大巨蛋搞不好 你除了台北市的商圈在没落 除此之外 士林北投科技研区 我们也谈过 招商 到今年下半年才开始招商 你的经济成绩 真的会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害怕 市长 我刚才徐宏林议员说我要看什么 我还没开始看 这是川普的恐惧 就是川普的一个领导风格恐惧 我现在也非常恐惧 原来没有做的 做不起来 湿北科技园区空在那里 大巨蛋无法完工 双子星大楼 你说也在中央在卡你 优有卡公司 原来市占率第一 原来最具有电子 进入电子支付市场的优势 结果我们现在远远落后 所以三大 我刚才讲三大面相 三大铁证 柯文哲 你完成优有卡公司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给你时间 因为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这两年几乎 在不同部门咨询 在总咨询 我们通通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就看他一路下滑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徐庸廷也是很熟悉 第一点 优有卡是台北市的政策工具 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获利 我已经跟优有卡公司一再讲 目的不是获利 其实我要的是金额的交易总额 所以这个要回答 第二点 市占率本来我们就是第一 但是因为随着多元 有其他的卡进来 所以这个市占率要维持说像那种几乎是独占市场的时候 那个百分比是很困难 第三点 电子支付是这样的 你再给我六个月时间 保证贱灭敌军 你说什么 保证可以贱灭所有敌军 好六个月贱灭 你再讲一遍 因为我在那个什么 也许下半年的总持续 我就把这个拿出来了 你不要让我再加一个 你再讲一遍 大概还有六个月时间 因为也是这样 六个月贱灭敌军 今天是五月 五月二十二月应该过了 二十九号 所以在今年顶之前 我们看到悠有卡公司 在电子支付市长 歼灭所有的敌军 是吧 好令人振奋 第一点 我们现在市占率还是 葛市长 我觉得好振奋 没有我跟你讲 我们目前其实市场占有率还有73%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你看你又自己软下来了 我刚刚讲说电子支付 我还不跟你讲其他哦 不是啊 我们还有73% 70% 还有点啦 所以你觉得很满意 不是 这个是这样啦 坦白讲 那个电子支付被拖了一年了 所以董事长也换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整个 所以你说你是不是四人不明啊 代季权用的对吗 不对 林向凯用的对吗 不是啊 当时我们跟他讲 就是这样啦 因为悠有卡公司 他不肯放弃原来的玻璃模式 他做票证的时候很好赚 叫他去做那电子支付 要进入一个他不熟悉的 我真的觉得林向凯的错误的决策 让我们丧失了这个现金 我还好 台北 台北 又有卡还是 我们还是有 有很多那种行政上的优势 所以这个等到那个 等到那个 我们这个第四季 开始上线 我们速度会很快 这个再给我六个月的时间 应该会 局面会改观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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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觉得做得到吗 我们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上线 那谢谢 谁上线要怎么截命敌军 第四季上线 上线一出来 然后大家就吓跑了 就全是光了 我们其实我们还是有行政优势 不要再口口说大话 好啦好啦 但是我觉得速度相当快 我们整个小组 跟你在对谈优卡的事情 你刚自己也讲了 我们讲了多少次了 我当年是不是讲过 让给卡通一年的时间 是电子票证史上的习安死扁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现在获利来证明 其实你刚刚跟宏议员讲的 有一个部分 你讲说交易量 对不对 交易量也没翻倍啊 获利也没翻倍啊 利润也没翻倍啊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林向凯的学历 是卡内麟大学的 经济学博士 给他领导一个公营事业单位 成就了一场什么 EMBA史上最典型的失败案例 就是为什么这个公司 会面临到如此的地步 两大决策错误而已 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给他一年的Lead Time 你当初还去跟陈居谈 我们以为你很认真跟陈居在谈 结果事后证明你是去嫁阿扁 都没在谈 没有没有 现在阿扁都放出来了 我给你回答 第一点是这样 因为市场我们不能用那 我觉得市场还是有Marketing 就是竞争的那种 我还是主张开放市场 本来就应该开放市场 所以我们没有故意去挡一卡通 不是你当然没有故意去挡一卡通 你还给他一年的期间 是一卡通故意挡我们一年 然后你都没有去争取你的权利 所以是这样 关键点在这里 你为什么要给他一年的时间 许议员是这样 我们允许他来 他要挡我们 那是他不对 那你有要求说他不对 然后我这边也封住 不是我觉得这样 政治上是诚信 我常常是相信别人 所以你讲说陈菊对你没诚信 不是啦 民进党对你没诚信 不是啦就是说我们 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这样 这个叫互相 就是说我们也让你来 不是 互相的前提在你要要求 你有要求吗 因为我们有要求 常常是这样 你有要求要对等开放 你有要求说要赶快 不是啦 习议员就是这样 你今天展现的政治态度是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没有办法坚持住 台北市的利益 要求对等开放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你双城论坛 你有办法坚持 我们的立场吗 那你就说 那是对方要做的啊 然后人家讲的 都诚信啊这些 不是不是 我的重点在于就是说 你今天有没有救世论事 你手上的筹码 林向凯讲的哦 林向凯在走之前讲的 他说 市政府没有去坚持 这一年的这个时间 造成 优卡公司失去谈判的筹码 也是未来 他的结案报告里面 每年会下降 4% 获利的最主要原因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林向凯自己做的电子支付 没有申请票证这件事情 丧失了电子支付最好发展的时间点 我说老实话 你说给你六个月的时间 你在电子支付界能够做出什么花样 我实在看不太懂 我想你也是算是半个专家 对这该懂了 第一点 台北是个多元开放的城市 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开放市场 这没问题了 至于说人家刷我们 要那个 那就是人家不对 人家不对 那我们现在提谴责案 好不好 不是你现在要提谴责案嘛 反正你最近刚好要打韩国瑜 我们来谴责高庄市政府 不是你今天如果在这里公开讲一句 就是你刚才所讲的 我说我谴责城局对我的政治诚信 因为他答应要跟我对等 可是他放我鸟 你今天在这个台上用市长的名义 你讲这句话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 算是你给台北市议会有一个交代 因为我们知道 这家公司是为什么失败的 第一点这个是 所以你要谴责啊 不然为什么我们会输 为什么我们 你说我们都会骗嘛 你讲的那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我觉得是这样 人活在世界上是诚信 我从来都不会故意要去骗人家干什么 我都是相信人家干什么 所以是城局故意骗你嘛 这个也不要说城局 应该说就是那个 就是高雄 一卡通 那谁 那个刘 哪个刘 好啦好啦 不是你在你在你是市长喔 你的讲话代表着一言一喜 没有啦 請你在市长的台上 讲清楚说明白 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我今天只追究一个事情而已 不对等开放的原因 是什么 从城局到骗人 到现在出现那个流 到底是什么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啦 而且我讲真的喔 你会讲说有人放你鸟 你会讲说有人骗你 然后到现在有这个流出现 表示什么 表示你跟这个流有做承诺啊 不是啦 我跟你讲 你们有谈过啊 不然 为什么有人骗人 你们没谈过怎么会有骗人的问题 你做了什么样的私下的deal 没有没有 你拿了我们优卡去换什么东西 来 要让我讲 第一点喔 当时是赫誠蛋来说明 我觉得赫誠蛋讲的也有道理 台北是个多元开放的城市 我们还是让它回到市场竞争 我都同意 但是为什么会有时间差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保持一种 其实这样啦 我们常常是说 我们是 你不要再酷醋 你不要再酷醋 诶 立场 这个 实问实答好不好 对啊 所以这样嘛 如果当时的高雄 为什么会有时间差 如果当时的高雄市政府说 要 我们答应以后 他又出一大堆怪牌 那是人家不对啊 对不对 至于第二点 人家如果不对 我就讲 对等开放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闸门通关一样 或者是我们给免签一样 今天如果高雄我们发现 我们讲好某年某月某一天 大家对等开放 对不对 如果我们开了 他们没开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就我们把我们封起来 那为什么我们当初不封 这是这样啦 因为当时赫誠蛋也在 我觉得是这样 是因为赫誠蛋也在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就不封 你的对等这么廉价 一个人的一句话 就结束了 我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件事 你到底懂不懂 你到底搞不搞清楚状况啊 我当然晓得 你当然晓得 那问题出会哪 就是江湖险恶 江湖险恶 哪里险恶了 你自己可以把门封起来 你今天没有把你自己家的门关好 然后你说江湖险恶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家的门关好 为什么 不是 第一点 你刚说我是半个专家 我现在说你是八分之一个专家 那 你的专业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这样 我们也不是要惩罚市民 所以当时 当时说 你高雄 那我就把你台北那个捷運 扎门关起来 这跟惩罚市民有什么关系 答案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这跟惩罚市民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造成市民 他持一卡通常在台北没办法用 你是他当初 本席站在那个位置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做过一个比例 那个比例是多少 你还记得吗 你讲的我都对 这个我知道 但是这样 还有点 那个 当时我们那个闸门 那个 那个装置的费用 的确是交通不补助 所以有时候 就很多理由 交通不补助的 跟对等开放 还是没有差异 没有差别啊 交通不补助 归交通不补助 时间差归时间差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给人家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你那时候不封起来 然后为什么你要让 让这个公司 失去这一年的优势期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重大的行政疏失 你要不要让我讲 我当然要让你讲 你刚才不回答我 不是啦 我要讲是这样 因为那个 因为既然装的 可以用 但是我们用行政的方式 卡住不让他用 我也觉得不太好 那他们不就是这样对我们 因为毕竟 那个装置的费用 是交通部出的 所以当时交通部来讲 装置费用交通部出 交通部也搬一卡通出啊 都有啊 客观条件主观条件都一致啊 只是什么 只是两个首长的决策不一致啊 就是你跟陈菊嘛 没有 但是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们是希望整个国家 不管对台北市民 对高雄市民 都是很光源正大 所以你相怨 你幼稚 你被骗 我觉得还是 不过是这样 你讲那个第二个 所以总归刚才的一句话 陈菊跟什么流 骗了你 没有 没有 做事情 像我都不会这样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啊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刚讲的 你被他们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问你 你被他们骗这件事 是 还是不是 是还不是 但是我倒是这样 事后我也知道 但是还有很多理由 都会觉得是 是或不是就好 没有 因为如果不是 就是你笨 如果是 就是你被骗 你要不是个笨蛋 就是个坏蛋 我是一个聪明的 你是一个聪明的坏蛋 聪明的笨蛋 你是一个聪明的笨蛋 所以你承认说 你被骗了 没有 我跟你讲 人与人之间 到底我们被骗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这个也不是要 为什么一个问题 可以不回答咧 这不是选总统 没有啊 这个是这样 你选总统不回答我 我OK 因为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耶和尔卡 这件事情 到底谁骗谁 这个你都知道了 你要问我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 所以就是陈菊 跟什么流 然后是 答案是是 我觉得是这样 好 我们请大会记录一下 柯文哲市长发言 有没有 一卡通事件 跟尤卡的争议 是因为陈菊 跟什么流 欺骗了他 所以导致尤卡 今天有如此下场 这个会议记录 请大家记住 好不好 时间暂停 不要担心 六个以后 我们就扭转了 不要担心 你当初也讲说 要翻倍 你当初也讲说 大巨蛋六个礼拜要解决 你现在要谁相信你 不会啊 你当初也讲说 最早要盖五万户公宅 现在是两万户开工 这么多的事情 你也讲说公开透明 然后你现在讲说 放心啦六个月 没有啊 西医院 我跟你讲 六个月你要在电子支付市场上赢 把你的敌手打掉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跟LINE合作 就这样而已 其他没有人 跟LINE合作 你不跟LINE合作 我看不出你有赢的方式 啦 你要做到你刚才 我能不能聘你当孤雅 那LINE 我应该可以做董事长的那个 我的资历 但是很可惜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坦白讲 你现在给我 我也觉得说 我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孩 原本可以考上那个崇春藤 有没有 不会啊 现在被补习老师糟蹋 就这样子 不会啊 我们会追上去 记住你的话 然后记住你被谁骗 没有啦 政治上不要 最早讲过一件事情 你说你这辈子 一个人只能骗你一次 对啊 虽然后来证明有很多人 骗你两三次啊 没有啦 那我希望陈菊 跟什么流 只能骗你一次 但看起来不是 因为你后来被 什么流 骗过好几次啊 北农也被骗了一次啊 现在又有卡 又抓出来又一次啊 这样不就两次了 不要再被 某些人骗了 好不好 好 时间暂停 那个 董事长请回 事长我感觉 你最近 可以练习太过了 汪立友 不能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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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心中好像很多秘密 刚刚徐议员问你 也都没有办法说出来 所以你们觉得 很无奈很辛苦 不是啦 有没有很多无奈的心声 不是啦 有时候是这样啦 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也觉得说 不要惩罚市民 所以就算了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 那我问你被骗的感觉好不好 没有啊 就这样嘛 一定是不好嘛 谁喜欢被骗 對不對 那是算了 那是这样的感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 不要担心啊 以后我们做什么决策 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你不喜欢被骗 麻烦你也不要欺骗小朋友 你今天有答应本集回去 好好研究 本来你答应他们 他们是要谢谢你的 而且还说下次要组团来 还要带牛奶请你喝 结果今天也没办法请你喝 不要回去想一下 不要骗小朋友 真的好好回去 因为这一下就一亿 我要想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下一张 我今天要 我觉得 在全球化跟国际化的氛围之下 我觉得 国际的共通语言 英语的重要性 语日俱增 所以呢 如何培养我们市民良好的 英语沟通能力 才能强化台北在国际 舞台上的竞争力 而且我觉得 学习语言 就要从小学习 才能够完整融入 所以呢 我今天咨询的主题就是 让孩子追上世界 台北的孩子 台北的未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PPT 我们知道 就是说 106年台北市首度推行的 双语石院教学 在东兴跟文昌两所学校 东兴国小 就在我们南港区 也是本席的所在区 那我们非常期盼 那我们也去跟校长 做一些访谈 那其实第一年 新生报道率 就大幅成长了 大约三成 然后入学率 冲到九成 所以从这样的数据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家长非常希望 孩子可以进入 优质的双语公立小学 特别是对这些 环境没有特别优渥 可以让孩子 再额外去补学 这些家长 希望他们孩子 不会输在起跑点 然后所以呢 如果这些孩子 还是有这样的 双语的优质的公立小学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升 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其实我对这个政策 我是非常重视 也是非常支持的 然后甚至在东兴跟文昌 两个小学的成效评估问卷当中 有95%的家长 是持续赞成 推动这个双语教学 那有83%的学生 是非常喜欢老师用英语上课 不是只有家长喜欢 孩子也非常喜欢 然后有93%任教的双语教师 认同双语教学 那其实我想看到这数据 市长跟局长 应该都很开心 所以我想很多市民都是非常认同 科长所推行的双语政策 双语教育 但是呢 其实我最近看了很多资料 也看了你们去新加坡 访查的一些资料 还有一些论文 然后还有参悬各方的意见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们在推行 台北市双语教育 面临了一些困境 然后有待突破 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咨询 把问题和建议提出来之后 市长可以全面启动 双语教育2.0的进阶版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面临 双语教育的困境 北投跟大 回到前面那个 现在北投大同好像是 108年学度也就会有了吧 对不对局长 之前我记得陈皮甫议员也咨询过 替他们大同区来做过建议 希望也要有一个双语小学 这个部分我希望台北市 可以赶快每一区都给示范 示范的经验之后 我们整合之后 要找出困境 也要突破我们的困境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台北市双语教育 面对的困境 分四个变相 下一张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材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缺乏规划完整的双语教材 新加坡他们在80年代 确定他们的双语政策之后 以英语为主 他们的课本教材都由国家 他们的国家统一的编制 统一以英文为媒介 但是反观我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配套都还没有很完整 上得很冲促 导致说我们缺乏完整的一个双语的教材 然后也没有相关课程的一些纲要准则 那老师就是他在上课下课之余 他自己还要先备课 他花很多的时间 以前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我上一个小时的课 我要花六个小时备课 上你们听到我讲那个数据 我加一点点我要开六点点去准备一堂课程 所以你说其实对老师是无形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我觉得说 现在我们各方都在关注台北市的双语教育 其实学校的压力很大 他们很想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后勤的部队来给他们做支撑 然后如果说只光由学校跟老师来扛气 我觉得这个重担太重了 而且没有办法把这个双语教育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连教材都还没准备好 台北市的双语教育真的准备好了吗 没关系 我一向都正面思考 现在我们发现了问题很好 我们就来解决问题 好 再来还有委外教材你们的时程 我掉了资料觉得太晚了 你们说国小一二年级 108年8月底会完成生活课程时 见题领域的双语课程四本 对不对 可是局长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九月就开学 九月初 八月底才来完成 老师是什么时间要准备课程 基本上是 小某某某一个时间来准备 有发现问题赶快提出来 你们做一些调整 基本上这些老师 他自发性跟专业蛮强的 才会加进来 当然 所以这也是参考 但是呢 我们这些困境也都是从老师那边得来的 他不敢实话告诉你 告诉你局长吗 但我现在就统整之后 我来告诉局长 他们当然很强 但如果你给他更强的后勤部队 他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将来的双语交易会是最成功的 我等一下跟你分享台南是怎么做的 好 十一月前完成剩下的四本 你的时程上都有一点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部分可以再调整一下 未来希望可以再改进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强力的建议 等一下我再来讨论 好 再来师资 缺乏双语的师资 没有双语教研中心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我记得市长曾经说过 推动双语教育最大的问题 就在师资还有整个环境 我们缺乏这个英语的环境 对不对 那我们既然你也知道问题是在哪儿 所以我们要从哪来解决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推动的过程中 其实老师最大的困扰就是 引记双语教师 会排挤到其他领域教师的圆额 还有学校整个师资结构 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因为这圆额 你又卡在中央 你没有办法动 那这个困境 我们要怎么来解决 我也要请局长 跟市长回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如何在无法扩大圆额编织之下 我听你们想了 在县职教师双语教学 真能与培训方面 是师资培育最迫在眉睫的药物 这个部分 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跟大学 有五个大学合作 培养公费生 双语的师资 再来就是我们在联合征选的时候 我们开双眼师资来招考 那未来就是对于有兴趣专业的老师 即使他没有资讯 没有证照 我们可以用代科的真主方式来评养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们要好够更能跟老师有一个座谈会 有一个咖啡论坛来讨论一下 你才知道 因为他们实际执行的人 有时候你们在办公室 不能够了解真正执行教师 他面临的困境 所以我导师建议你可以跟他们 一个双语教学的咖啡论坛 然后去了解一下老师的心声 真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也迫在眉睫的 所以目前具体的政策规范 还有奖励制度 都没有很明确的方向 所以你怎么能够要求老师 全面配合投入呢 你至少有给他们奖励 像新加坡他们就有一些奖励的制度 分工的制度 好 再来我觉得我们急需要 双语教研中心 像新加坡他们就有这样 这样的教研中心 他们以英语为主 但他们现在逐年 强化华语教育方面 他们就有一个华文的教研中心 提供一些优质的培训课程 提升华语教师的教学素养 教学能力还有专业水平 同时着重创新教材 与学习策略的研究 那我觉得这样子 就为老师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 一个支持的系统 所以现在我们呢 在推这个双语教育 但我们缺乏相关的活用禁 跟配套措施 我觉得市府要一个统策 专责的单位 双语教研中心来负责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市长你认同我的想法吗 对啊 这很有道理的 双语教研中心应该成立的 还有那个双语教材也要开始想办法 因为不要让学生老师 我等一下要帮你做一个示意图 你看有多用心 等一下你来看看台南这个部分 真的都做得比我们好 因为你知道现在整个推动 是由我们教育局 中和企划科在规划负责 你这么大的一个策略 你这么小 你真的会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 这不是我要替我们教育局的同仁讲 他们很努力 可是你知道真的 巧妇难为五斗米之锤 所以我觉得他需要整个团队来支持他 要有更多有经验 有专业优质的教育人才和机构要投入 我们才能够成东的来推动这个双语教育 好 再来政策的部分 现在已经迈入第三年 但是我觉得很多政策都尚未到位 那我们推行这个教育 双语教育 其实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 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培养国际化的人才 但是其实你这样仓促上路 我觉得是做班号的双语教育 譬如说缺乏教师分工分级跟奖励制度 那我想你们也去考察过 所以我希望 这样你可以找一个机会 办这个双语教育的论坛 好好跟老师们 校长们好好来讨论一下 然后让这些老师可以发挥所长 让他们分工还有一个奖励的制度 那如果台北市可以建立教师分工的机制 还有这些奖金奖励的制度 看你用什么方式 也不一定是奖金 看什么方式 我觉得老师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不但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我觉得对我们双语的教育 也会更有帮助 好 再来 还有缺乏一个成效的减合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推停这个 要有一个成效的减合的制度 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哪边需要检讨修正跟改善 这个部分也希望可以演绎一下 再来其实最后一点其实也很重要 缺乏英语环境 那英语环境要怎么做呢 其实市长我有一个建议 现在在本席的选区 推的南港六本目 我讲的结合东区门户计划 整个在做租根改造的时候 同步就可以把英语环境建置进去 包括就是入口上的标志 公共设施的服务 还有当地建加合作 像台南他们就是双语的菜单 等一下我会举这个例子给你看 双语的菜单 双语的价目标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东区门户计划 就跨局柱子站来做配合 就可以结合一个都市的发展 同时落实双语政策的一个模型 一个模型 就可以在这边做出来 这样这都必须要提高 层级到市长来主导这个案子 好 下一个 这个是各县市的一些推动的目标 跟成果在双语教育的部分 它各有其特色 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说 台南市在2014年推动它有设 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 你知道吗 它很用心在做 好 你看下一张 它怎么做呢 你看左上角第一个 台南在2015年率先将英语 列为第二官方语言 透过合发EF English Friendly 标章 就表示这个店家只要贴着这个标章 表示他具备口说能力 让民间业者一起动起来 然后合发这个EF的标章的范畴 包括店家 民宿 寺庙 药局 医院 计程车 公车司机 古迹 文创 园区 停车场 有十大业者 那获得这个EF 标章的店家资讯 皆建立在台南市英语友善地图 他把它全部建置在这边 然后让中外人士来这边观光的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个地图 来找到他要去的地方 跟一些相关的资讯 也可以预先一来双语菜单 美食照片等等 所以一来可以刺激外国人消费 二来也创造了生活化的语言学习环境 这就是台南的做法 好 再来下面这个很有趣 他是台南率先全国之先 亲人节推出的月老双语诗签 他在那个台南市政府 与大天和宫联合推出的 全台独创的月老双语诗签 然后一并将求红线平安府等流程双语化 期待英语友善寺庙 变成外籍观光客最行的一个热门的大咖店 好 再来看下面一个 右上角那一个是 每年大约有超过40万外籍游客 参访台南的五大古迹景点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些 建构一个友善的英语环境 然后为这些外籍游客 来做一些古迹景点的 有一些英语的DM 双语的DM解说牌啊 台南古迹道乱APP 还有扫描QR Code 得到英语解说的服务 而且他们温航局在每周日下午 一点到四点整点都会安排 英语道乱服务 参观那些古迹 这就是他打造一个英语环境的做法 然后最下面一个是台南市政府 推动这个英语友善城市 创全国这些 把八个夜市推动双语菜单 这是他们的做法 然后很多摊商在双语菜单的辅助下 更愿意开口向外国人 推销自家的产品 所以政府给了很多的一些协助 来打造这个英语环境 所以最后我有一个建议 下一张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英语菜单 我秀一下给市场看 然后有205间的店家 印字英语的菜单 然后协助国际行销 台南都做得到 我相信台北更有这个能力 可以来做 市长你有信心吗 你干嘛叹气 这个有道理 有道理 对啊 所以我们就要来做 好 再下一张 这是我做一个示意图 台北第二语言官方办公室 希望市长来担任总召集人 我们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来负责担任执行长 那当然最重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教育局 然后希望他会有师资培育中心 以及教学研究中心 那我们自己有台北大学 看怎么样也可以来跟他们合作 如果你找一些合适的教育局够 但是我们自己就有一个 我们最密切的台北大学 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跨局处的来推动整个英语环境 那当然这示意图可能就是将来 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研究 怎么做会更完善 那我也提供台南的一些做法 给大家做参考 最后一张 那我几项具体的建议 我希望第一 成立专责双语政策的机构 打造台北市成为一流的国际城市 然后另外呢我希望就设立双语教研中心 双语教研中心成立我们双语教育的后勤单位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来协助老师们做双语师资的培训 还有课程教材及教学法的研发 还有教师分工以及奖励制度的设计 好 最后一个就是说 在整个城市还没打造整体的英语环境 像新加坡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先透过定期暑假来举办 主题式的儿童英语下令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真实的情境来选英文是最快的 譬如说我举个例 今年我推动的捷运的彩绘亲子列车 是以银河为主 银河系的银河为主 你可以搭配天文台 把我们台北市的天文台 就打到一个情境全部都是英文 从开始买票开始进去 包括小朋友去买饮料 都是一个就是把列成一个 一年一个主题 就会非常很有趣 还有我们新儿童乐园也可以这么做 一年暑假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主题 那就需要政府的力量来投入 那小朋友就可以去那边做校外教学 那他也可以得到一个奖章 当过他学习的一部分 这样的学习 是比你写暑假作业 寒假作业还来得更好的 好 譬如说动物园也可以啊 进去全部每个都是动物都有标示英文啊 解说也是英文 他小朋友要去买个汉堡 也要用英文去购买 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英语的环境 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练习中 打造一个小小的英语环境当中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儿童下令营 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学习 市长你觉得本席的这几点建议怎么样 可以做得到吗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回去看怎么把它具体化 好 那这个再拜托市长 好不好 谢谢 先暂停 我要另外请卫生局局长 市长 局长好 市长 我想请教你啊 秘医的行为啊 市长跟局长觉得在台北市这个状况多不多 秘医的行为 应该不多了 他有吗 会有啦 但是我们还是有在装 就是我们局里面随时都有在注意这个秘医的状况 因为我在警卫部门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有问过局长 那秘医就是说有跟你们点到这个问题 之后你们还有没有做什么相关的事情 有没有特别再去针对秘医去查查 有没有增加这个去查查的这些评论 那就是我这边也请教一下市长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台北市常常会看到说 有香牙这个挂香牙这个招牌 就说他们并不是由真正的牙医去执行 而是他们的香牙师 这齿磨师 就是说你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 是不是也有秘医的行为 他如果只是做牙医的指导之下去做的话 还是被允许的 但是他不能去从事医疗行为 所以他只能去做齿磨 比如说他根管治疗或者说那些就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行为 他们是是帮了病人 在牙医师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的 制造更多的这个纠纷 那我今天要请教市长这个秘医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也不是只有香牙业者 就是说在很多的科别也有这种的状况 那这些正是卫生局 消保官也会常常有接到一些检举 这方面的问题 光是我的办公室 最近就有接到这些检举 就是有一家医美的诊所 他疑似用了过期 及重复使用的这个医疗器材 但是陈情仁所提供的证据 他却指向护理人员 执行相关的这个医疗行为 那这样算不算有秘医的行为 看来是执行是医疗器材 有的医疗器材是可以在医师指导之下 只要他有在 对在医师指导之下 操作是可以被允许 好 那就是刚刚所说的医疗器 就像滚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滚针的照片 就是说这个针头的部分 有一些已经弯了 那也有很多的秀实的状况 那再看下一张 还有再下一张 他上面的这些使用日期啊 早就已经过了这个使用的期限 这些东西如果让护士重复的使用 或是已经过了期的时候 他在使用 是不是这样子做也会伤害到 这个病人的权益跟健康 如果过期或者损坏 就是违反医疗罚 那这块我们局里面 有没有常常去做这些查核的东西 如果有 有几报的话 我们会到现场去去查证 然后加以处罚这样 好 那现在还有很多的医生啊 有真正自己从头做到尾的 那我相信有 大部分有一些还是有 请一些助理来 来从事这个医疗行为啊 那我想这个局长跟市长 应该也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啊 我们未来要如何去监督这一块 就是说一来可以保障 我们市民的健康 那第二个也可以大幅的减少 我们医疗的纠纷 那在台北市 你这块有什么 比较积极的作为 在台北市比较容易 违规的是医美相关的诊所 对 这部分我们列为年度 读到考额里面的重点 确实也在医美这块 也比较多的这些纠纷的 对 包括还有另外 那个广告或者说一些企业的问题 对 这部分我们也都跟小保官 有密切合作 好 那先暂停 局长请回 好 谢谢 那我另外要请教市长 就是您在招商这一块的情形 就是说市长 你认为你在国内的形象跟知名度 对于你到国外去招商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注意 应该不大 其实主要还是台湾直接的这个 获利的环境 如果它获利环境不好 你谁去招商也没有用 所以基本上还是结构的改善 所以觉得市长觉得跟自己 比较没有 我们是尽量做的 没有关系 不过目前 如果国外到台湾的总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我们到2018年 我印象中是达到76% 所以所有外国公司在台湾的投资 台北市占76% 已经很高了 好 那你这边有没有评估过 从104年 你每一次的出国去参访 那也包含了双城论坛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出访 有没有带给我们台北市 一些商业的机会 跟工作的机会 你有没有去评估过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产业局 有统计数字的 因为我们有好几家公司 都是我们去参访的时候 我们都有数字 只是我现在手上没有 这个有数字 就是说具体的数字 产发局都有 这个产发局有数字 因为我有跟你们调过资料 就是说 根据市府所提供的资料 只有写到外资投资台北市 跟国内其他县市的比重 从104年的50.73% 提升到107年的68.68% 可是这个就是 这是只是一个概要 但是没有办法说 看出来他实际 投资的金额 跟所提供的这个工作机会 如果说直接 因为我们出国直接来联系的 这一部分我记得是3点多亿美元 过去这4年 是直接 我们直接接触的部分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数据的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数据的 我们下去以后可以提供数据给你 这个我们有数据的 这个我们有数据的 或是你的个人魅力 形象甚至你的专业度 那有获得一些外来的投资的机会 跟台北市的工作机会 我想不会是因为我个人 因为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还是 其实那些 那些就算我去也是 他们产业局都谈好了 我只是去签一下而已 所以事实上都是 产业局同仁 本身就有相当努力在做 不是有个人的关系 所以市府 所以市长认为说 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市府 的同仁 然后 集专业的台北产业的 这些团队 那这些才是我们 就是本来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我们那个ITO办公室 因为我最近有教头 要教他们要交报告上来 我看一看 那个ITO办公室还可以 那个ITO办公室 那个报告给预言一文 Invest Taipei Office 我们跟那个 外贸协业合办的那个办公室 它是可以写得出成绩出来的 所以市长 你觉得台北市府的同仁的素质 以及台北市的产业研发技术 您的报纸的观点是什么 你是高度的肯定 还是觉得还需要再加油 当然是还有努力的空间 不过已经 我觉得在这方面 在招外商的 外商投资这一步 已经差不多 是可以拿出 有成绩可以拿出来 好 那不管这个市长 明年这个时候 还有没有在市府 那我希望市长 能够真正的培养 台北市下一代的 产业结构跟技术 让我们台北市保有这个竞争力 市长跟局长做得到吗 是 好 先暂停 局长请回 我要请环保局局长 市长局长 那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 除了代表它的进步与否的象征 也是市民身心健康与否的指标 那市长局长 你认为台北市还有哪一些地方的环境整洁 是比较弱的 基本上因为我们台北市整个的 这一个清洁队的专责人力 他平常对整个市容的整理 事实上是非常的用心 那么所以呢 就是除了说有些小地方 还有些垃圾包之外 那么这两年我们也特别加强 就市场的交代就是说像灭属这个部分 我们清洁队也跟各个传统市场 都一起合作在灭属 消除并美这个部分 我们有一个比较算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为 那我相信就是说在整个市容环境整洁上 应该是可以还是获得民众这个八成以上的一个满意度 好 因为垃圾没有落地 在台北市已经施行很多年了 可是却有这个带亲业者或是商家 并没有完全的遵守这个规定 将垃圾包私下乱丢 那我知道我们环保局这边也有设了几个点来列馆 总共有几个点 事实上的话是说有一些这一个乱丢垃圾包的地方 我们清洁队是有列馆91个点 我记得大概就在91个点 全台北市91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移动式的摄影机去监控 那么最主要就是说这一个 58台嘛 全台北市 对 有50台 今年会再多买20台 因为我们的这个取缔的人力上 他们也希望说能够 所以里长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多装一些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多的预算我们就去请购了 那另外就是说 你觉得以这样的量 这个整个台北市的清洁卫生 这样购还是不够 事实上的话就是说 因为这个去装 它不是说机器多 因为机器去装的时候要有人管 意思是说你要有 所以人要去看 都要有专员来操作这个机器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最主要是说 你录影带录到了谁 我们事实上一般就是偷偷找地方的里长帮忙 所以很多人 因为在录影带里面 你不晓得谁是谁 所以还是靠我们的稽查员 第一线要去埋伏守候 这大概是我们现在遇到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一些商圈也发现到说 像西门厅 他的这一个店家 因为给带兴业者 那他们晚上垃圾排出的时候 他过去就是一包垃圾 可能他9点关了 他就把垃圾丢出来 可是带兴业到11点他才来 所以我们现在也去辅导他们 就是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适当的容器 就是要个桶子或个篮子 那第二个是说 就是说要时间到差不多到的时候 才可以拿拿拿出来 那在这我们的情况下 也是去避免说 一些所谓的流浪猫犬 或者是尤其是老鼠会去吃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跟像西门厅商圈 几个商圈这个部分去沟通 处理也有很好的一个进步 那这个部分也是谢谢很多里长 给我们这样的意见反应 那今天也就积极去感激去做 好 那我们来看这几年 乱丢垃圾被裁罚的这个件数 就是105年 总共有9331件 那平均一天有25件 那106年也有7435件 那今年从1月到4月 那有经过这个裁罚的 有2183件 就是平均一个月大概开罚 大概545件 市长你听到这个数字 你觉得多还是少 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数字上来说就是 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的亲爷队的区队 他们对于这个环境整洁的卫生 非常的关注 他们有认真去取地 因为这个数字来说 因为我们大概12个区队大概就是110位上下的 这个基察员 他们平常说抓垃圾包 他们要去取地乱丢淹地 包括工地有一些 这一些所谓的泥沙污染等等 他们工作是非常的繁重 那所以有这样的垃圾包的取地量 我认为是可合理的 好那刚刚看到的就是全台北市的 但是我们单独来看一下万华区 那万华清洁队啊 他们的队员非常的认真 我在这边要请市长局长多多给他们这个嘉奖 但是有时候这个地方的环境 真的也是让他们觉得疲于奔命 市长你觉得万华的干净整洁度如何 万华的 就是就你自己平常看到的 看地方 看哪个地方 万华市有一些特定的点或是巷子 它的确是会有这种 长期乱丢垃圾包的起情况 但是这样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把它当做是一个热点 我们的机场就会去买 即使平凡的去检局 但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 还是要贯彻工权力去执行它 这个部分我们环保局会去 因为就是刚刚有提过的一些数字 万华也装了八台 占了七分之一 所以就是光一个万华区 就要这么多的力量放在这边 就是说市长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还是要丢垃圾的人要少 丢垃圾的人多 然后再去捡取的人多 这不是好办法 还是要想办法 让大家守规矩不要乱丢垃圾 那万华区呢应该是说 在我们这个行政区来讲 算是比较传统的地方 传统市场观光夜市又很多 那再这样观光客 然后游民新移民等 说真的这个算是人也比较杂一点 那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改 就这个部分来说 就是怎么样去做 事实上我们有个议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 在万华有些地方是 你即便送他免费的专用垃圾袋 他都不用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跟里长 跟这个民政单位 会针对这一些新移民 或者是一些这比较弱势 我们还是会去辅导 因为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去教育他 这一块有没有什么 一些定期的什么作业准则之类的 我们就是说定期有跟 就是民政局这个地方 会针对这个区域的一些社区 跟里长一起去 去对这些办一些讲题活动 那事实上也要谢谢 很多的里长跟里干事 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劝 已经也跟议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如果就这几年来讲 我觉得这个部分 已经比以前要有很长足的进步 以前的话 这个垃圾在早年的时候 像这个早年的时候是 像这个以前的署长 沈世宏还在的时候 当局长 那个时候是 这个 那时候环保局已经是 已经为这个事行事 就那个地方垃圾 是环保局拒绝去新运 对 因为他乱乱丢 那时候新闻也闹得非常大 但是也经过这么些年 教育教育教育 这个情况已经减缓费非常多 所以现在 现在等于 等于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部分 这个万华区的 这个清野队 跟这个区公所 我还是会继续来努力 好 那我这边 第一啊 就是路边的垃圾桶 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 因为容易被丢 丢弃这个家用的垃圾 就把它废掉 这我们上次有提过 就是说万华已经有33个列馆点了 那也有八台的摄影机 再加上这个万华区的观光业 观光业市 去年也开出上千张的罚单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培养他们养成习惯 而不是去改变他们手法市民的这个行为 那你跟议员补充报告一下 事实上这个行程果鱼箱 这个杰贝勒热桶 它会移一个位置 它都是要经过线刊 我们都是会找里长 都有评估过 对 都有评估 什么地方设一个 对 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真的是 大家都太不守规矩了 那包括连里长商家都抗议 那我们就会在附近 再找个市场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个SOB站 对 那这个要请局长去思考一下 另外就是说 万华区啊 他这个清洁队员啊 现在的编 他现在原额有几位 万华区 原额的话就是 我记得这市民工是有200多位 好像237位左右 那应该都满了 就是在万华区的市民工 原额是 够的 够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短期雇用的 就不必特别为他们分配名额 因为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 那相对是像大安啊 中山这边还有少 那我们就把一些这个 这次短期雇用 我们就先优先到这个地方去 好 那因为我有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说 现在我们局里面 对于人力盘点跟区 区队整病啊 就说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没有真的要做 对 跟议员报告 就说因为清洁队员 他们已经非常辛苦了 那有很多队都是 原额不足啊 那怎么还有一些 整病的这个 跟议员报告 因为您说这个情况 我就不太清楚说是 说指的是什么 但是 但是我们这一个 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说 希望说就清洁队里面 去做一个 所谓的人力的评估部分 怕的是劳益不均 也就是说 辛苦的 他永远非常辛苦 那这一个一些 就是说比较凉的 就是说原额可能不会变 对对对 这部分事实上 市府给我们非常大 市府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在四月底的时候 已经先播三十一位 那么我们也分到各区 区对去 那另外的话就是 这一个市民工的部分 也让我们先用短期就业 再去招募八十位 那明年我们大概预计 是希望说 因为明年可能缺业会更多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大概会有两百到三百位的 这样的一个 这种短期就业的名额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说 这一个 今天因为今天早上 我也跟工会开会 那工会他们也非常认同说 我们现在的工作的情况 所以这一个就是应该 应该我想在这个部分 大家都体验到 就是说 未来这整个工作上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 专业程度能够提升 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 劳益不均 那这个是 事实上基层心理的队员 很在乎的事 比如说抬除一筒 非常累 那他们希望说 这种工作大家就要轮 不能说老是就是几个人在这里做 那会提醒管理干部上 在这个部分 必须要去 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特选的存在 因为就是 我们之前 士林区的一个地方联合查核 就说还要跨到中正区 内湖区 文山区 信义区的区队 他们来配合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明 原额是不够的 是可以这样讲吗 应该是说 我们如果有一些清洁的 一些比较临时性的勤务的时候 那本来就是说 各区队之间彼此就会去支援 因为这个清洁队本来就是一体的 他就是需要说 有这样一个跨区的协协柱 事实上比如说今天 临时这一个有一个 摄子岛的登革日之星的勤务 那这个时候除了说 士林区队 所以才会请别的区的 还会请其他的区队 队员来帮忙 那这个是一体 这是清洁队的传统 我们工作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清洁队讲究就是 团结跟效效率 那我今天问这个问题 其实第一个重点 就是路边的公用垃圾桶 它的功能是给候车民众路人 甚至观光客来使用 不是家用把它放在这边 那如果就是说局里面 应该积极的来查核 就不要因为便宜行事 就把它废掉了 第二个万华区的卫生环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我当然希望能够尽早能够追得上 像信仪区这样的一个行政区的脚步 针对这些积极 积查认真的队员 那市长局长应该多给他们一些奖励 甚至圆额不够 也主动的来补足圆额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维护清洁环境 这样可以吗 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我们跟工会也谈 因为工会是认为说 我们现在有这个名额 但是在补进来的时候 这个速度比较慢 就是空窗期比较长 那就这个部分我们也 最近也把这一个调队的规定 做了一个修改 那以前是要经过一个征询的过程 会耽误很长的时间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确认下 以后就进行分发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空窗期的时间 透过人事单位的一个改变做法 就能够把它 把他这个希望性的无缝接轨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这个人力上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另外再请教市长跟局长 台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的美奈米 餐具的政策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2015年 2016 2016 4月1号 那政策推动的效果如何 在市政大楼跟学校是相当成功 但是在中央机关 或者是市场 也是我们还想办法推动 那另外请教 环保餐具的清洗 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法规 这个部分跟易作报告一下 就是依照卫生福利部的食药署 101年它有发布一个 是叫餐具清洗的良好作业指引 那在这个部分 它就有很清楚的规定 高温自动的洗涤设施 或是人工三巢式的餐具洗涤设施 但是在市场上 市府在推的时候 当时市长在预算上支持 也补助了很多的学校去 这一个有很多的这一些 所谓洗碗机 包括我们市政大楼的 这一些地下室 像我们如果到一般的摊贩去用个餐 你觉得摊贩他们的清洁的状况 你觉得有没有符合我们这样子 对 就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宁夏夜市 它就是有集中洗碗 市立夜市也一样 全部把它集中起来 对集中洗 那这个部分就能够达到 就是议员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市长 那个市场这一块 要如何去执行 市府禁用一次性及美奈米 市场跟月市 我也要求那个产业局 现在制定整个台北市市场 业势的改进计划 我们会把这个禁用一次性占据 列为其中的一个项目来推动 这份大家跟易卓您在那边再做个说明 这个呢 环保局是从105年的时候 开始执行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市场处呢 针对就是说市场跟夜市的部分 同样的额余配合 那我们的整个年度是分三年的部分 从106到108 现阶段到了107的为止 在市场的部分 总共有22处 已经有这个439摊了 那么在夜市的部分 有9处是287摊 包含市场跟夜市的部分 就是属于我们列管的部分 会全部的额余配合完毕 那至于说 所以在今年 今年全部做好 对 那至于说 在夜市旁边 可能有一些商家 或者是那个 可能就 并不是说在我们的 补助范围里面 先做这样的说明 好 那市长 除了像一些塑胶吸管 现在现在是使用了 那除了内用禁止以外 那以什么样的方法提供之吸管 不在这个禁用的范围内 跟异作报告一下 就是这个吸管的话 它是禁用 这一次性的 内用的这些塑胶吸管 那环保主席的规定是说 有些替代替代性的 比如说纸的 对 竹子做的 最近我看到有竹子做的 那另外就是一些 生物可分解的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环保署 在最近的公告 他有这一个 就是把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 非常清楚的公布出来 那我们也 就是环保局也 针对台北市的 总共有 这一个624个 这一个列管的行所 我们也办了市场的宣导会 就希望说 在台北市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 去禁用这个 塑胶吸管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那局长 请问一下 现在市场上 有没有已经有 认证的吸管 现在我的了解是说 环保标章的认证 目前是有一家 羽银公司 它有在申请环保署的 环保标章的认证 那这个部分是 可能要到大概7月左右 才有办法确定说 它是不是可以取得 这个环保标章 好 那从市长跟局长的这些作答 我认为市府 还有很多的环保政策 仍在实施 那请教市长 未来市府 有何做法或作为 以落实环保政策 就这个题目 我们的政策 还是由内外由公而私的 就是说 在台北市政府 可以管辖的范围内来做 所以在机关 学校 现在我们还管不到的是 大学 中央政府 大学 大学 中央机关 至于市长夜市 我想我们现在开始要求 反正你在台北市管辖的范围内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到 所以跟一作也报告一下 事实上对于像 这个大专院校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 我们有个把握在今年底之前 他们会全部 会来这个遵行 那另外是委外场馆的部分 总共有117处 也已经 就是市长也下令 那各单位已经配合 这117处 今年底也会完全遵行 那这个部分 是这一个 算是在今年 算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进展 好 先暂停 局长请回 我要请客委会主委 我们台北市每年最大的客家活动 就是客家艺名嘉年华 那近几年来 那我们都是在丁州路的文化主题公园 那因为最近因为公园要有一些空间 空间要施工 这个预计要110年3月才能做完了 那未来两年 势必这个艺名机的地点 会有一些更改 我有听说这次是要在中正纪念堂 是 是所有的活动都在中正纪念堂 主要的祭典跟这个 就是从祭典到展演大概都会在中正纪念堂 那主委你会选择中正纪念堂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考虑过别的地点或是什么 我们在一开始有考量 因为客家艺名技需要的场地空间蛮大的 那我们之前有去考量过几个点 也都去实际看访过 我们有去看过花博公园 我们去过228纪念公园 我们去看青年公园 然后我们也看了这个空军总部的这个文创基地 然后我们也看了这个田径厂 台北田径厂的暖身厂 那还有这个中正纪念堂 那因为需要的空间的部分 实际上有好几 这其他几个空间实际上不太符合 有符合的场地呢 我们都有在提出来 我们在3月29号的时候 我们有跟这个客家社团的理事长和总监事 开了一个第一次筹备会 那我们把比较适合的两三个场地提出来以后 那现场的等于说理事长们 大家就决议说那是不是就 所以中正纪念堂是大家经过大家 大家讨论以后 他们觉得空间上的运用可能还是比较方便 那比较不会说受到位置上的限制 那他们要办祭典办这个营审大概都会比较容易 那在中正纪念堂是今年的中正纪念堂办 还是说以后未来的两三年 应该是以今年就主要是今年 只有今年会 对对对 所以等到主题公园做好了 那我们还 原则上我们都会 能够在主题公园 我们还是优先会以主题公园为主 因为在主题公园已经行之有年 那就是除了一些客家社团以外 还有一些老面孔 他们知道以外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讯息也要让所有的客家乡亲跟台北市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好的 就是我们要早一点 开始做宣传 做宣传 好的 所以说今年在中正纪念堂办 好 那刚刚有说到就是每一次来参加大概都是一些老客人 都是一些同样的社团 我们一样的朋友 就是说如果要把义民记做到这个全球客家知名的这个祭典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客委会这边要来研究 来拓展一些新客人也愿意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祭典 就是说市长跟主委你在这一块有没有新的想法跟策略 我想市长在过去他都一直很希望说我们的这个文化能够推展到 就以台北市像是一个独会区能够推展到这个全球 那所以上在客家的部分的话 我们过去大概有邀请过国际的一些团体来共同参与客家移民记 那在今年的部分的话我们除了过去的跟国际交流的部分 我们会再邀请之外 那我们同时也会开始举办比较多有关亲子部分的活动 那因为语言的传承上 现在在台北市大概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这个下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比较不会讲客语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年度花了比较多时间在做所谓的亲子活动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客家移民记上面 我们大概会举办相当多的客家亲子活动 除了我们本来过去都有补助所谓的国中小以及幼儿园的语言的部分 我们会邀请他们来参加挑战采接之外 那我们也会举办比较多项亲子的闯关活动 那我们会邀请客家杂戏团来跟这个亲子做互动 那我们这次义民记的一个主题叫做义员相宜特色 那这义员相宜特色的话 我们就是会很希望说 譬如说我举例像北浦 雷茶很有名 我们希望让孩子来这边参加义民记 亲手来自己做雷茶手作的部分 像美农的集散 义民嘉年华一定要让他亲子能够一起参与 对 我们会尽量以全家一起来参加为优先 这个利益也是非常的好 那我也希望说主委带领这个客委会 就是把重视亲子活动这一块能够多多来发挥 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要从事的这个重点 好 谢谢 我问完了 谢谢 好 先暂停 我们是可以休息一下 是 好 主席所讲 我们这一组有五个议员 实际上两百分钟 大概三个多钟头 所以这边我们小组建议说 让这个我们师父同仁休息五分钟 好 我们是不是休息四分钟没关系要不 好 时间怎么够 所以你要十分钟还是五分钟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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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喔 谢谢 完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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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由我们 咱们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现在 我们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 我们在主政 老實講大公司有法務人員 大公司他們不會去聘用這樣的人 很多都是一般的夜市或者小吃 當過小吃店 才會去聘用這樣的外籍勞工 但他也不想去被罰 一次罰十五萬到七十五萬 他要賺多久到十幾萬到七十幾萬 那這麼簡單設一個窗口 幫他查 讓他確認 不是告訴他去哪個網站查 這個是不一樣的喔 目前為了 幫他查 市長可以嗎 局長請 局長 我現在在認 我現在在詢問市長喔 問題是他去中央網站查 查得到嗎 他中央網站 全國也只有那個入口網站 我們也是 所以我說 民眾帶著他拿到的這個 影印下的證件 我們可以幫他就程序 一般來進行 市長 市長 人民 怪怪的喔 到底怎麼樣去幫助人民 這才是市政府該做的事情 才是公務員該做的事情 不要拿法規出來那邊講大話 如果現在市政府只用法規來管人民的話 市長你一直說我們市政府是在服務人民的 不是管理人民的 我們幫他做查詢 問題是中央 他到中央網站查得到嗎 對只有全國也只有一個內政部的網站可以查 這個就是你們去幫忙溝通嘛 因為你們公務員具有公務員身份 包括警察局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你們可以幫忙查 告訴我們說這個證件是真的假的嘛 你這個時候去查這個證件是真的假的 我不是叫你跟你講去查他人 你要去查到 你要去查 你要透過網站的資料去查到後面的東西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你要告訴我們人民說這個證件是真的假的 如果說你今天一個警察局 一個勞動局都沒有辦法告訴人民 今天我拿到這個證件是真的假的 你如何去要求一般的市民能了解 能不能分辨 然後大罪再來裁罰 這是你們的態度嗎 我們現在查核就是 市長你這是你們的態度嗎 你不幫助人民去了解 這是證件真的假的 只有再來裁罰 他在上面就不會有資訊 他只要是非法的逃逸的 資料上打出來就是沒有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違法的 那這個當然就固著說 我已經查證了 那你還是這樣子 我當然在行政上我們可以做 裁量處理 局長 局長我現在是市政總職學時間 我讓你說明就已經很好了 但是我現在要問是市長的態度 如果你還在講的 我就請主席請您下去 這樣好了 這個議員喔 我們是服務的團隊嘛 應該解決人民的問題 我幫你記下來 我們回去一個禮拜內跟你講 我們要怎麼處理 這樣好了 這就是 記起來 這才是應該要做的事情嘛 市府是個服務的團隊 當人民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們要想辦法解決 而不是把這個問題丟給中央 然後講官話 市長可以嗎 同意 我同意 我們那個請秘書長把他記起來 我們回去 回去開個會議看怎麼解決 好 下一個 一樣有關於人民權利的問題喔 這部分 這問題最近 包括台南市 人家已經積極的面對喔 我們台北市目前似乎還沒有 就是包括市長 你很愛唱歌嘛 所以 許多的卡拉OK機 其實會有所謂的版權問題 那 目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也針對這個問題 也做了一些統一的處理 但是目前我們台北市來講 有點可惜的是 並沒有編列這樣的預算 來幫所謂的禮辦公室 或區民活動中心 禮活動場所 來支付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費用喔 那台南在上禮拜 台南市長也已經說 編列105萬要來支付這個 相關的費用喔 所以我這邊只是很明確的建議 是不是由市府 來統一編列預算 然後 來主動的跟這些 包括什麼MUSE的這幾個 這個有資格財產權的 這些團體來溝通 以免讓我們的這些 長輩們在唱歌的時候 受罰 當然 這部分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所謂的公播權 就是包括所謂的 買也好 租的也好 這個機器裡面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 每個適合去灌新歌的時候 那現在 除了這公播權以外 比較常出問題的是 灌新歌 很多人會來講說 我幫你灌新歌 結果這新歌是有些問題的喔 那這個部分 我們先看先排除 但是至少在公播權的部分 因為公播權是每年一千 每年一千 我記得台北市政府 我查了一下資料 我們在104年 還是106年的時候 也曾經有 透過民政局在處理這問題 但是這個沒有人問 有人問就處理 沒有人問就不處理 這個似乎也不符合 剛剛市長講的 服務人民的部分喔 所以這市長可不可以 兩個部分 第一個 編列預算 來幫忙支付這個部分 第二個 請民政局主席 來 代替這些里長 里辦公室 甚至所謂的社區發展協會 來溝通這件事情 來解釋這件事情 我們都已經跟每一個台 都溝通過了啦 那價格也調整 降下來了 當然 有個三千多 然後另外還有個新歌的部分嘛 兩千五 現在問題是重置會的問題啦 所以 重置會只是說 你不應該使用盜版 那這個 其實他要去 就是說跟廠商買合伙 好 來 局長 好 了解 市長 剛剛露了一點 你還是沒有講到你的預算 你們現在要的是里長自己支付 對 里長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的訴求 就是說 請民政局編列的相關預算 因為這幣不是很多 然後這部分也是公益使用 讓這些長者 你近老年近的不肯發 讓人家唱個歌不違規嘛 你自己那麼愛唱歌 堅持還是什麼 哄啦 我們回去研議啦 但是因為 里長抱怨的是重置前 倒不是說公家提供經費 因為他從里建三十萬就可以支應了 台南是因為他們里建經費只有十三萬 所以通常這個部分是由 政府來編制預算 但是目前 就是有一個3150跟6300嘛 然後又要調降嘛 對 調降 然後這樣包括重置費 你們要談2500要降到 從3000人降到2500 降到1500嘛 一樣 是 市長剛剛提到 市府團隊這個服務的團隊 里長 很多里長很多長輩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就幫他寫就解決 可以嗎 後面統一來 統一的方法 一包看要怎麼處理 我們來處理 好 再來一個 一樣喔 就是 就是有關於大龍國宅 第一次跟市長 我們這個便當會 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們這個小組跟市長在 在便當會的時候 我就提出建議喔 然後這個 那個時候是 三月份的便當會 我記得是五月 我們就就已經是那個停止使用 不是到 不是要簽理喔 是要拆除 不只是停止人 三年要拆除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提到說 如果你不解決的話 萬一 三年沒有拆除 出事情的時候 你是市長要負責嘛 然後那時候 後來你們就有 就有做一些處置 但是很可惜的 這點是 真的要提醒市長喔 關心大龍國宅 除了本席以外 當然還有其他議員 但是你在後來 到了我們現場 在許多支持的時候 你每次都只提到 跟你比較友好的議員而已 好 像我們這邊選區皮的議員 都是死人就對了 從來都不關心 我們地方建設喔 這一點 請這個市長要特別注意喔 關心大龍國宅 不只只有一位議員喔 就不要每次 支持的時候 都特別只感謝一位喔 再來一個 目前我們就是要 就是要請他們回購喔 目前有兩個價格 一個是我們市政府 算出來的六萬塊 另外一個是 居民算出來的四萬九千 九百六十三塊 等於是五萬塊的意思 價格中間價差了一萬塊 差別在哪邊呢 我們市政府的算法是說 這個是新大樓 那些原住民 那些原住戶的想法是說 我這個大樓 因為你們市政府 之前蓋了哈薩屋 所以讓我變成一個 就不得不拆掉 所以他希望是從延續 之前舊大樓的 有點如果要換成人 就算年資開始計算就對了 所以他認為這個殘值 就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只有一個價差 變成大概五萬塊左右 那這一點 我請市長要重新去考量 因為本席的論述是什麼 因為海砂屋是台北市政府蓋的 你就必須擔起這個責任 如果你用簡單的算法說 這是個新大樓 當然用新大樓直接算出 六萬塊沒有問題 那畢竟就是因為市政府蓋了海砂屋 讓他們不得不拆掉 否則他繼續住就好 台北市裡面有多少是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甚至六十年以上的房舍 他為什麼要拆掉 是因為市政府蓋了海砂屋 所以依於這個論述 所以希望可以接受我們居民 所提出的將近五萬塊的版本 另外一個還有所謂的氣稅問題 他們並不是跟市政府買 這一次是跟你們一起 一起被迫跟你們一起 重新去蓋這個房子 所以是屬於起召人之一 他並不是你們蓋完再賣給他 因為如果你們蓋完再賣給他的話 就會產生所謂氣稅的問題 氣稅雖然不多幾萬塊 十來萬 但是對我們這些大樓區相對辛苦的 辛苦的這些市民來講 就原來的住戶來講 是非常辛苦 所以在這一點也希望你們要去認同 他們是跟市政府一起重新蓋起這個大樓 而不是市政府蓋完這個大樓 再重新賣給他 市長你能了解本席的意思嗎 來 市長請稍後 你有沒有聽懂本席的論述 如果聽不懂我可以再跟你解釋 沒關係 那個價錢那個是有估價式 這我們可以再處理 沒有問題啊 估價式就是估六萬嘛 但是論述是不一樣的嘛 論述是不一樣的嘛 這個 論述是不一樣 因為估價是用新大樓去蓋嘛 但是我們的論述 住戶的論述是說 因為市政府蓋了這個海砂屋 讓我在這二十三年的時候 我就不能再使用 否則我這房子也許可以用三十年 四十年五十年嘛 所以我們住戶的意思是希望 從那個時間點延續下去計算 所以才會出現一個 四分九千九百多的一個價格出來 這是個 跟估價式無關 這是論述的問題 您能了解嗎 黃河 郁永跟報告一下 黃河估價依照台灣的方式 還是有一個計算方式 市長當然沒有辦法在這個資分回答 但是請市長回去再找局處好好討論一下 剛剛的論述 不是跟顧家室有關 他只是用新大樓 我們是用舊大樓的延續性命下 第二個就是 把原住戶當成共同啟造人 而不是你們蓋完再賣給他 這兩個論述 請市長回去在 這個 你們在市政會在專案會在討論 市長可以嗎 黃河估 我這邊能不能大概說一個很簡單的 等一下 我請問市長 你可不可以回去討論嗎 我們可以回去討論 不過大樓國宅到現在都很順利 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很高興 大家都很高興 你都等一下 你不要聽這個 觀眾越大 這只聽到好話就對了 然後網路都一片掌聲 我們實際在地方走的 你認為 就像你講 你認為你比較清楚 還是基層人員比較清楚 你常常講的嗎 你比較清楚 好謝謝 那就請再回去開會 可以嗎 大同區 市長 大同區 你要知道 大同區是你這兩屆選舉來 得票率最高的區 你知道嗎 你有印象嗎 你這一定很清楚吧 兩屆喔 都是最高的喔 這一次在這麼艱困的時候 你都還得到45%的一個 的票率 你對大同區 真的要多關心一點 好 問題是大同區 在你們眼裡面 在你們市府官員裡面 就是個次等區 就是一個不入流的區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大同區唯一的俄滿學校 逢來國小 因為去年農年 他本來有加了一班 結果在今年 他就把他撿回去了 因為他認為不需要 他們把額度配到別的區去了 大同區有九個國小 同來國小是唯一的俄滿學校 今年要被少一班 這你們認為 你對得起 這麼支持你的大同區選民嗎 而且你要知道 農年 沒有錯 農年是去年 大部分是去年 但是要知道 從9月1號出生的小孩 就被納到今年才能入學了 9月1號到12月30號 還有四個月 還有四個月 就代表有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一農年出生的小孩 是在今年要入學 所以那個數量 還是比平常是多 所以本市在這邊 嚴重的要求 市長 不要歧視大同區 不要欺負大同區 不要認為大同區 這是個落後的區域 然後把資源都灌到 所謂的大安文山 還是所謂的高級區去 沒有重視大同區的教育 市長可以嗎 否則為什麼在俄滿學校 去年我們這個人多一班 今年就被減一班 最後的結果居然是說 因為額度已經配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們看空間再來盤一下 因為他本來就四班 那去年也是農年 所以加一班 今年農年也是有 有三分之一的農小孩 還是在今年就讀 9月1號到12月 還有四個月 就是三分之一的農小孩 都在今年就讀 市長可以嗎 不要欺負大同區市長 你有四十五班 你連續兩屆都是喔 可以嗎 好 可以啊 我們對大同區很注意 好再來一個 大同區大家很清楚 就是我們的長者比較多 這個禁老卡 也是很多議員在關心的 然後北溪 就很簡單的跟市長報告 之前的禁老卡 我們大部分雖然有十九項的一個優惠 十項的優惠 但其實有些東西是長者不一定用得到的 包括去看一些展覽 那大部分其實都是交通工具 捷運公車 然後我們現在也有計程車 這都是好事情 那所以另外建議的 這是後段的使用的 我會建議在兩個部分 第一個運動中心可運動的部分 我們讓長者可以健康一點 第二個就是意願的掛號 聯誼的部分 聯誼的部分 因為都是自己人嘛 聯誼的部分 因為畢竟長者最常 比較容易去的就是 醫院掛號 所以除了這個交通機以外 我會建議說 健康的部分 運動不會讓他使用 然後促進他的健康 然後第二個就是掛號的部分 但是老實講 本期不是很支持 有些議員可能 這樣他得罪其他我們議員同仁 我不太支持去繳 水電瓦斯費這些 因為長者都是非常疼愛小孩的 一旦開放這個之後 第一次他可能是把他的餘兒 給他們家裡面去繳水電瓦斯費 但是下個月開始 他可能他的全部就被拿去繳水電瓦斯費 所以對於水電瓦斯費 我本期是不是很支持 但是其他的部分 我希望要多開放 另外還有一些這個點數 我們知道像做航空公司 都有所謂的點數 還有一個截止日 就是說我這一期沒用完的 但我在明年的這個時間點就會過期 但是我們目前點數是當月就取消 那有時候講我比較不好意思的 就是萬一這個長者這個月生病 住院了沒有進院出來的時候 他點數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會建議說 我們的點數要可以遞延 但是也許也不要無限制遞延 但是我們留個半年 或者是一年的一個遞延方式來做計算 市長你認為這樣這幾個論述是合理的嗎 運動中心這沒問題 那個醫院那個有牽涉到跟開業醫競爭的問題 這個會出問題 這這條要保 畢竟是聯醫嘛 不是開業醫會抗議 至於我們那個 淨老卡的擴大使用範圍 現在正在討論 我覺得應該看怎麼用 好再來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提到說 我們剛剛令人很可惜的 就是有關於我們公務人員 在你這個所謂的五年的領導之下 似乎有些東西還是沒有改善 這是為人民服務的部分 對於效率的部分 我這邊有個陳青岸 我們直接講就是武昌國小 他的排球 他有體育班 排球專任的一個教練 在去年八月一號 這個轉調了這個大安國中 他們的申請 要希望有個新的專任教練 結果到現在是五月二十九號 快五月底快一年了吧 到現在無法申請 都沒辦法申請 但是他有補充沒有問題 他有給他一個終點費 讓他去聘一個臨時的教練來 但是你要知道 體育班為什麼要專任教練 就是教練是比較 全職的全心全意的在指導這些 這個終點費就有點像打帶跑 你不一定找到好的教練 那結果從去年八月申請到現在 沒辦法申請到 結果我們一查詢說 因為這個我們局裡面要做聯合的申請 總共有十幾個學校 他聯合申聘這個專任教練 而且什麼時候才可以就任 你知道嗎 不是今年喔 抱歉 明年的九月才要到任 我去年八月一號的職缺 我到明年九月一號才有 才能就任 這是我們的效率嗎 市長 因為109的預算才到位 那現在目前已經要啟動這個籌備委員會 那因為現在目前 他要聯合申士 所以現在要啟動籌備委員會 你有聽到 現在要啟動 聯合申請委員會 所以他找一個學校來負責主辦 然後再把人找來 他說因為現在這次有二十個 沒有錯在這個時間 也有二十個專任教練需要聘 在去年八月的時候有二十個嗎 你們就是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現在才會變二十個吧 如果在當時就開始處理的情況之下 怎麼累積到有二十個呢 去年八月一個專任教練 到明年九月一號才能就職 這就是我們現在 臺北市政府的效率 而且我還要告訴你 我要建議了 市長 我們長安國中非常的了不起 前年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臺北市的長安國中 也是取得全國的冠軍 代表臺灣出國去日本 要去爭取亞太區的冠軍 要去美國打小馬聯盟 結果在日本碰到連續下雨 日本很差勁的國家 居然是用抽籤來決定冠軍 結果運氣不好也沒抽到 今年我們長安國中又得到冠軍了 非常了不起 長安國中是一個 不但沒有棒球場 他是連操場都沒有的學校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成績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專任教練 這個專任教練 是仙姐陳玉美議員 當初去爭取來的 就是因為這個教練很用心 很用心的帶領這群孩子們 所以有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教練是學校最清楚 就像您剛剛講的 到底是您清楚地方 還是我清楚地方 到底是我們局裡的辦公人員 主辦人員知道 教練的好壞 還是學校自己的校長 學生 球員 知道他需要什麼樣的教練 教練有的強 以棒球來講 有的強工 有的強手 有的強團體 每個教練都不一樣 他要的所需都不一樣 怎麼一定要去要求做 一定要聯合真 真是咧 所以在這一點 這個我想 這還在請這個市長 你們要好好檢討一下 我們的效率 再來一個就是 我們要看一下 這是也是我一個 服務案件 我們最近為了這個動物 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我們希望在那個大同區 不行應該這樣講 我們希望 我也那時候有個建議說 我們就在各區裡面 都能夠有個公園的設置 所以我們在我們大同區 這個刺騰區 被你們瞧不起的刺騰區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 這個可以讓狗運動的地方 我們找找找 就找到這個 本來是希望在玉泉公園 後來 第一個玉泉公園是防災公園 第二個後來里長建議 旁邊有一塊台鐵的地 控在那邊 然後我一查 剛好 這個台鐵 現在委託我們都更中心 未來要都更 所以又交給了我們公登處 希望要把這邊簡易綠美化 所以說這剛好啊 我們不要浪費公帑嘛 大家下了班 現場所有人下了班 都台北市民 所以這些台北市的預算 我們都有交到 我們都有納稅的 所以就是說 利用這一次要綠美化的時候 我們圍一個區域出來 作為狗公園 或所謂的狗活動區域 好 結果我們的公務人員 怎麼回答我 先一個前提 這下面可能有古蹟 所以文化局有列管 所以他們都不要挖 所以我們說不挖 我們做簡易綠美化 狗公園 就是圍起來 讓狗可以跑而已喔 結果我們的公務人員告訴我說 喔這個可能有問題喔 因為這個 第一個 未來要都更喔 可不可以這樣拿去當公園用 第二個 這土地使用分區 是不是當公園喔 換個名稱 綠美化可以 做公園不可以 市長 公園跟綠美化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在公園裡面 我圍一個區域起來 給小狗跑步 這樣也不行 圍起來的時候 是讓狗可以鏈子拿掉 公園是可以六個 但是是要綁鏈子的 那個圍起來的小區域的話 其實就可以 但是 你們要告訴我 你們公務人要告訴我 喔沒有啦 這塊當初的目的是要給 人使用 為什麼要做這張地圖 我就在那裡很清楚看 旁邊就是玉泉公園 是我們那個狗公園的幾倍大 20倍大有沒有 市長 至少有吧 你告訴我 我說圍起來那個小區域 可以讓這些狗在裡面跑 才不會影響到其他 人的使用案之下 他告訴我 對不起我這邊是要給人使用 你把這隻狗的拉吧 旁邊那麼大一塊 人在使用 你跟我講 這這塊要這樣 這就是你們的效率 這就是你們的官僚 陳議員這個是交廣時候 就是 所以沒有關係 市長 本期只是提出來說 希望在你的領導之下 我們的公務人員 也有所提升 要本的服務為精神 而不是去拿法規 來壓人家 我們是希望 透過公務人員大家一起努力 來讓這個法規之外 合法 絕對要合法 本期絕對堅持合法 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之下 讓大家 多數的市民都能有使用 在這個地區 人也可以走了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小區域 就這麼簡單 再來一個 你的專案報告 李拜一的專案報告 有提到 我們所謂的 這個托育的比例 這個部分 本期在上一屆 第五第六會期 我就一直在問 因為我們的教育局 所謂的這個 這個 教保的部分 就是幼兒園的部分 很早就定出 在170年要七三比 但是在 我們這個托育的部分 兩歲以下 一直沒有定出目標 一直沒有定出目標 在之前前局長的時候 每次質詢我問他 他們都回答不出來 這一次 局長我也有問 你們在他們在台上 翻了老半天 翻資料 終於蹦出了一個 市長講的這個 110年要75% 那這個就是我看你的專案報告裡面 我就是看不太懂的 上面的部分 是你那天專案報告的資料 下面是後來所知的部分 上面就是你有寫的 公 公托像1570了嗎 下面有施托跟居家保姆 然後呢 忽然現在就蹦到72%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轉過去旁邊看 因為我後來我就看不懂 這數字怎麼算出來72% 我就重新鎖資 他就告訴我說 在這個施托跟居家保姆裡面 總共有8030裡面 總共有5373人 這屬於已經總公共化了 我實在看不是很懂 施托跟居家保姆 怎麼變成總公共化呢 後來你們的回答說 因為有補助了1萬塊 是 好沒有問題補助了1萬塊 我們來看 我們所謂的公托 家長支付多少 5500 然後咧 我們的居家保姆 我們自己還是要付到8000 施托 你還是要付到1萬2嘛 兩倍以上嘛 兩倍以上 兩倍以上 你這個你也要說嘴 然後講成說你這已經 準公共化 那為了就是讓數字 可以拉到72% 有必要這樣去 有必要這樣去 美化數字嗎 當然這個 一條龍 我們是個長遠的目標 我們慢慢努力 沒有人會灌你 在110年沒有做到 不要為了人家110年 要去達到75% 去做這樣一個美化的數字 市長你覺得這樣對 施托跟居家保姆裡面 8030裡面有5373 你把它算到總公共化 那這個就是因為 他們可以領補助 然後價格其實還離了一倍以上 所以喔 這個只是 這三個例子 只是告訴市長喔 有些東西 我們就一步一步做 本期很欣賞市長你的部分 就是你是就事論事 該做的就做 該改的就改 但是絕對不要為了美化而美化 不要去為了湊數字而湊數字 市長你之前可以認同嗎 對 好 再接下去 一個很重要的 海沙屋 在你的專案報告裡面 有提到說 在108年4月30日指喔 我們總共推了 培訓了7800多個 這個推動師 也設立了83個工作站喔 但是很可惜 我們所謂的微老喔 到現在就有23件 推動 其中還包含了一件 所謂的環南市場 這本來就做的 硬給他湊進去 又來了 湊數字 為什麼微老 從106年到現在 明年就到了 這個獎勵17獎 其實10成獎勵明年就到 到現在做這麼差 因為 我們兩個最簡單的 海沙屋 又是海沙屋喔 海沙屋是這麼明顯 有問題的東西 我們都已經沒辦法做好了 目前 已經公告 必須要拆的海沙屋 剛有講 兩年停止使用 三年必須刪除 現在都還有58件 58件 對不起 列管有58件 有49件 該拆沒有拆 有9件要加強的 那我們現在 市政府能有什麼動作呢 抱歉 發函 就是請他要去 要去做這個動作 然後要怎麼去鑑定呢 那天 黃珊珊議員 也提了一個案子 光一個鑑定 拖了一年多 鑑定喔 鑑定會議而已喔 就是市政府認定 這個海沙 就拖了一年 也這個我們這個 這個市政府局長 你直接去跟市長報告 你們這個 該打屁股的部分喔 那為什麼 鑑定這個為什麼這麼痛苦 因為我們現在 有一個很瞎的 一個處理原則 一個平面 每200平方米 必須要一個鑑定點 必須要一層樓 至少要有三個 很好 但是如果一層樓裡面 有一戶 他不肯鑑定 你就沒辦法認定 這一棟是海沙屋 你就沒辦法 繼續下面的推動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我同一個鑑號 同一批建材 同一棟房子 我有可能 75%都是海沙屋 就那塊 他剛好是拿到 好的沙去 不是海沙屋嗎 照理講的 要建立一個 邏輯 能理解的國家 這個就是我們 很瞎的地方 你現在只要有一戶不配合 我們就沒辦法鑑定說 這是海沙屋 然後呢 現行的規定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修正一個新規定 局長請稍後 然後呢 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請 我們局裡面就會發案給這一戶 說你要鑑定喔 如果你不能鑑定 我要罰你喔 然後也不鳥你 然後呢 就可以罰 問題是我們現在有沒有罰 也從來沒有罰 也是從來 有執行過幾件 零 強制猜除的零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邊還是要建議市長 你們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連海沙屋 都沒辦法解決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能去解決 所謂的這個 危老的部分呢 那這部分 我就很簡單的建議 你必須公權力介入 公權力要介入 如果在這個三分之下 整個三分之下 都是海沙屋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應該積極的認定 這個就是海沙屋 這個就是危老 為了其他住戶的生命安全 我們就應該去執行 可以嗎 那個請議員 你有沒有用文字寫一下 我們回去處理 我們現在正在 這個已經 已經快完成了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 條例的修正 那最近就會 好 沒關係 最後兩分鐘 我要給市長看一個 剛剛有講的 大稻埕 大通區是你最強的 最重的地方 結果大稻埕 我們現在看 這是你們知道 旅客最喜歡的 下一頁 然後不管是團客 自由客 也都是最喜歡的 下一頁 然後國家來看 喜歡大單的國家最多 問題是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捷運出口 捷運出口 因為你要不要鼓勵人家 被他開車跑 就坐捷運去 捷運出來就是這一個招牌 告訴人家怎麼樣 透過地方商圈 他們覺得這個太瞎了 太聽不清楚 他們現在有地圖式的 所以我後來就畫了一個 還是很瞎 但是我們不能怪他 因為這為什麼 因為這是新公處做的 新公處 你不能要求新公處去做這些東西 新公處他們能做 這是綠色的招牌 因為這是捷運 但是它是屬於新公處的範圍 所以我們不能怪新公處 好 我們再下一個 外面走到地面上來 我們看到很多不一樣的 這個觀光地圖 有不同版本 好 再下一個 然後這個地圖的範圍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上面 是寫大道成商圈 問題它的範圍是寫到 畫到中山北路 這當然 我們再下一頁 好 這個是日本的觀光地圖 我只是讓你做參考 再下一頁 這個也是日本的觀光地圖 非常活潑 所以我們不能怪新公處 我不會怪新公處 因為畢竟那不是它的專業 再來 所以我就找了 我們之前 我們就找 問了幾個權責單位 包括 有這個新公處 然後文化局 因為很多很多歷史建物嘛 包括商業處商圈嘛 包括我們觀察局 有沒有人願意 可以跳出來幫忙做件事情 結果 可能要牽涉到錢的問題 大家都說 這個我只能負責這部分 我只能負責這部分 包括局長 我那時候問過你的時候 在北門記者會 你可以協助 你可以幫忙 沒有人願意去擔責這個責任 然後就看到我們所謂的大道城 你認為最重要的一個 台北市最重要的區域 就這樣 各走各的路 商業處他只能做 管商圈啊 文化局他只能管他的歷史建物啊 新公處他只能做綠色的路牌啊 到底誰要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錢草日本 我們用日本文化界接近的地方 人家的觀光中心 這是我們旅客中心 好下一頁 有些人家多有的東西 我們比較少部分 好下一頁 沒關係 我只是很簡單讓市長知道 我們我也提到 希望能夠有一個 這個 入口意象 地標意象 可以讓很多人來拍照 就像雷門 很小的雷門 大家一定要去拍照 至少來到我們的大道城 這個就是我們的 目前我們大道城的意象 非常的漂亮喔 你認為公共會想在這身邊拍照嗎 重點來了 沒有一個單位 可以願意出來統合整理 這樣一個 市長 這個大道城喔 屬於城市博物館 還是請文化局喔 做統包處理 我們在 要分配工作 我們知道市長是會再分配 可以那請市長 就確定是文化局統籌是嗎 那接下來 我就會再請文化局長 我們再來共同討論 好 好時間請暫停謝謝 等一下兩位局長 劉布 兩位局長劉布 市長你這次去日本喔 兩位局長有沒有跟你一起去 我有陪同市長一起前往 那蔡局長 沒有沒有 就沒有 好 既然做 呃 台日觀光的一個 交流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觀光很多 事實上是來自於文化 好 事實上是有一些 有文化底蘊 或者有文字 局長不用看 這個先跟你沒有關係 好 我要講的像剛才 陳秉甫議員提到的 其實我們在講的商圈啊 其實真的非常重要 然後像我們很多的商圈 那個意向老實講很難看 我們過去啊 從好龍斌市長 申請設計之都 那到好市長 到柯市長 就任 設計之都繼續的 每一年都編列非常多的預算 這個其實我過去也 那個監督了很多 但是那個錢花的很多 最後都沒有看到效果 老實講真的非常可惜 比如說之前我特別提到 包含那個便電箱 那就現在也沒有在做 說實在便電箱 可能包含台電自己 或有中華電系自己做的美化 反而在我們的這個 市容上還比較一致 那當時我們花的大錢 就不見了 後來呢 又做小招牌 我就說那個沒有辦法做 做一做也不了了之 所以啊市長 因為你現在大多的時間 都放在你的 一些輔選的行程 真的我覺得我們局處 要把我們這個 有限的資源 怎麼整合 其實剛才我看到那個 陳兵甫議員那個的質詢 我真的很有同感 我們也常常去日本去做交流 去參訪 那怎麼每次去一趟回來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看到是很有所感 所以市長 那個今天這個質詢之後 真的應該要責成一些跨局處的 包含商圈還有包含這個 指示牌 好時間暫停 兩位局長請回 我請那個我們的衛生局長 還有請我們研考會主委 市長 新北市宣布在9月1號開始 針對超商以及咖啡廳 外面的人行道做全面禁煙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議會呢 也有議員做提案 那時候我在我們的警政衛生的 部門質詢 我也質詢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呢 在新北市宣布的第一時間 我透過書面質詢 要求研考會做一個市政調查 就是針對像新北市做的 這樣子的一個超商和咖啡廳 他的人行道全面禁煙 我們台北市民的支持度是如何 那我知道最新的市政調查進度 已經出來了 包含非常支持 以及支持的達到87%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支持度 那時候我在警政衛生部門質詢呢 也有質詢我們衛生局長 局長說還要再觀察等等之類的 我在這邊總質詢的時候 讓市長看到我們研考會做的最新的市政調查 這幾乎是壓倒性的一個支持 在超商以及咖啡廳外面 人行道全面禁煙 所以我希望 包含我們議會也有這樣的提案 我希望我們的衛生局 能夠加緊去做規劃 可不可以 我們已經開過會 我們決定一個月內提出報告 我們會執行 執行什麼時候執行 應該一兩個月內就會去 一兩個月內執行什麼 執行禁煙還是怎樣 至少是在那個比照新北 在不管是便利商店或是咖啡 外面的人行道 外面的旗樓 因為如果所有的旗樓都禁煙 那事實上是 沒有人家並不是全部旗樓啊 是超商和咖啡廳外面 對這部分我們至少可以比照 好比照 他們是9月1號實施嘛 那你準備什麼時候實施呢 我們因為還有 他們在3月公佈 9月實施 這一個先導期 所以我們也要先規劃 但是我們至少一個月內 我們那時候答應是5月份 評估一個月提報告嘛 所以我們一個月會提報告 那我們目前的方向是要執行 但是還有些細節問題 那我們最近也跟業者有做過討論 他們業者也蠻支持 謝謝 你講的是超商業者還是 超商業者 咖啡廳業者也支持嗎 是我們也要他們來 有些重要的連鎖 我這邊不幫他們打稿廣告了 有些擺滿很多 那所以我們準備 也9月1號開始實施嗎 因為還有一些 雙北同步實施嗎 不因為他們三月先 我看市場好像一副完全在狀況外 這個不因為通常有叫公道 規劃好嘛 規劃好嘛 包括畫線張貼這些布告 這個不是說一喊就開始 是所以我才說你準備 我沒有讓你壓一個時間啊 我並沒有說 你一定要從8月14、9月14 我只問你大概什麼時候實施啊 我們只能說先把方向叫做一個月的規劃出來 好 了解 就是你要做 但是確定的時間 還沒有 對 我們跟我們同的還有業者討論這樣 好 就是方向是如此嗎 是的 謝謝 好 時間暫停 那兩位局長請回 我請那個都發局長 市長 在之前呢 在前一段我在質詢 有十個你跳票的這個政績啊 那其實公宅的部分 事實上大家討論了很多 但是事實上 因為我信義區的公宅實在太多 然後爭議也非常大 到目前都還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我個人在議會裡面 從來不會追究科市長的公宅 沒有達到你的政見 好 我從來都沒有追究 反而我覺得 因為你為了要兌現你的政見 然後敢進度 而造成我們地方的負荷過重 或者沒有重視 我們地方的聲音 充分的尊重 好 這一點 其實我在議會裡面 質詢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 在網路上 包含你 因為你現在直播嘛 那麼 在網路上呢 也對我們這些所謂 把我們歸之為所謂的 黨公宅議員啊 也有非常多的負評 但是 我堅持的是 我是地方的選民 選出來的 我必須要傳達 地方的聲音 否則 人家投票是給你幹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 在這一部分 我要再繼續針對 我們新一區 幾個公宅 在新建 或者目前 在招標過程中 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現在 地方的聲音 我們三星段公宅啊 因為到 這個月份為止啊 他已經 五次流標 然後有一次廢標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你們都一直標不出去啦 所以他在六月初 你們要第七度的招標 第七度招標 但是呢 在我的手上 就是我們包含在三星公宅 附近地區的包含 李順李 嘉欣李 李平李呢 他們有相當多的連署 希望 既然這個公宅 一再的流標 而入保場的公宅 事實上 已經在做新建了 那麼是不是 可以重新去檢視 跟規劃 三星公宅 還要不要繼續 作為公宅的使用 因為啊 三星公宅 他的戶數 後來是五百六十戶 市長在專案報告裡面 有關於公宅的報告裡頭 其實你還提到了很多 包含你做的包租代管 來 欸 有前面那個 欸 對對對 其實這個 這個話 市長講了很多次 就說我們有三萬六千個 空戶 空屋 那 要不要還要繼續蓋 這麼多的公宅 那在這樣的 我現在發現呢 你的邏輯 你的政策方向 事實上 並不像你當初 堅持 因為我講了 什麼 這個 要 八年五萬戶 現在已經蓋不出來 你 剛才我也放那個 那個影片 你說哎呀 能夠有兩萬戶喔 能夠開始開工 就很了不起了啦 好 那同樣的 三星公宅 他全部五百六十戶 那麼如果 你們在包租代管 能夠加把勁 增典器 多提高 兩個百分點 好 來 可以 可以 往下面走 不需要 你 因為你現在呢 你的包租代管啊 越媒合率非常非常低 好 做得很不好 如果 如果 如果你們在加把勁 能夠再提高兩個百分點 啊你 你這五百六十戶公宅就出來了 就不需要這五百六十戶公宅 也就不要讓這些附近的居民 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陳情 而且質疑 因為他短短 他跟陸保長 短短這兩個公宅 只差一百公尺 非常接近的兩個公宅的基地 會不會造成當地的一個交通的嚴重的負荷量 好 所以你們三星公宅 因為已經速度的流標 所以呢 民眾希望能夠 市長 柯市長 台北市政府 重新來檢討三星公宅 還有沒有繼續要發包作為公宅的必要 好 所以這一點我必須要為名喉舌 好 時間暫停一下 因為呢 這邊大概有八百多戶的聯署 這是我答應 答應地方的居民 要把它 提供給我們柯市長 拜託你 能夠在公宅的部分 新一區公宅這個我也不要再贅述 新一區公宅量非常非常的大 一百公尺就有一個非常超大公宅在那裡 三星公宅還不需要繼續的做公宅 好時間在庭 我把這個聯署書叫做公宅 來 市長 市長 要讓我們來一個設計做公宅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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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收一下嗎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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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百多户 再多重一个百分点又三百多户 你与其这样子 一直在跟居民沟通沟通沟通 而且非常的集中 新医区的公宅真的太集中 那个loading实在是太重 第二件事情 一样是我们当地的公宅 就是呢 广池公宅 广池公宅现在全面的动工 那么昨天 我还到了我们的理办公室 去做协调 那协调其实啊 我们这个协调非常非常多 包含你中间的绿地 你的邮具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还有包含你这个 要不要留这个厕所 以后不需要在里面做什么流动厕所嘛 那么还有包括 非常多的他的这个景观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非常非常多 但是有一件事情啊 这个是里长 昨天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广池公宅 因为他现在呢 CDE都在动工 但是呢 有部分的工程 他已经delay了 他已经没有感激进度 所以这个厂商呢 全面的施工 施工到啊 不分假日 周六周日都在施工 甚至施工到 夜里两点钟 对 两点钟 环保局啊 常常被叫去要去开罚单 但是呢 对于厂商来说 啊 你环保局要给我开罚单 他就让他开啊 他就让他开啊 因为开一张罚单 了不起两万三万 但是呢 他如果 这个工程延荡一天 他可是要罚三百万 好 所以呢 不管 这个地方 这个里长说 不管你今天找杜花吉去也好 找谁去也好 厂商不管你 照样日日夜夜在施工 所以他们有一个最卑微的要求是什么 你知道吗 市长他们卑微要求说 可不可以拜托你 两个礼拜 给我一天的 亲近 他们要求你一个礼拜 给我一天亲近哦 两个礼拜给我一天亲近就好了 我知道你厂商在赶工 你厂商怕被罚钱 可是有道理吗 为了要兑现 柯市长 你的伟大的公宅的证件 然后呢 厂商又怕被罚钱 日夜在施工 然后居民受不了啦 受不了啊 他真的是 没日没夜的在赶工 所以这部分啊 这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请 好时间暂停 我找一下公务局 公务局长 老师说啦 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因为呢 我刚刚讲 厂商也不怕罚 环保局就罚他也不怕 但是因为他怕工程延宕 那么但是我们公务局呢 又有相关的要点嘛 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才可以 才准你可以延长工期 那在这个部分 我不想你们可不可以回去 能做一些修正或怎么样 至少不要让现在的广磁工宅 同样的路保厂工宅也有类似的问题哦 就是没日没夜的在施工 然后旁边的居民骂成一团 啊我们只要到到地方上 大家就反应给我们 反应给我们再反应过来 人家会觉得说 跟你们议员讲也没有用 跟里长讲也没有用 跟谁讲通都没有用 所以里长说 那这样他是不是逼着他 干脆就就去拉白布条好了 可是我们公宅一直 说实在 所以我就说 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党公宅 莫名其妙了 我们根本就是已经在地方上 帮忙做一些润滑剂 做一些协调 所以请市长能够责成 包含我们都发局 公务局因为是相关的办法 在公务局 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至少让广磁工宅的居民 能够还给他们亲近 他们只要求两个礼拜 给他一个亲近哦 这是他最低要求 好不好 因为时间 我们还有其他议员要质询 拜托 你们把他记起来 不要这最后 地方上都讲了 啊 柯P要选总统了 因为要给他赶工了 所以夜里两点 礼拜六礼拜天 通通都在都在赶工了 只为了让柯P选总统 地方都这样讲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好不好 好时间再停 好市长 在我们刚才讲什么什么流的同时 民进党的中职会 终于通过了他的初选办法 将您纳入民调的对比名单里面 那一边是什么什么流骗你的大头目 挺的蔡英文 另外一边也是什么什么流的领导人物赖清德 来要跟你做对比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民进党吃了秤头铁的心 把你列入民调 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骗你 他们过意不去 然后就觉得你一定会出来报仇 是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我不是讲过吗 万一我不选 他们是不是民调要重做 所以国民党做了两种版本 国民党在这一段上 保险做的还比较好 所以 我还是希望你注意一点 骗你的人你要记住 不要再被他们骗了 对不对 那他们这次立了民调 你如果可以骗他一次 你来骗他看看 好不好 好我们时间暂停 下一页 来 市长你过去对警政革新 做了四点 都是你的创举 一个是行动派出所 然后呢 在各行政区开始做 想要做车子 一个叫集中报案 集中报案就希望说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分局里面 还有派出所里面 做一条边市的服务 服务获得好评 但是因为人力消耗太大 所以后来那个 辖区整合集中警力 然后再来就是视讯报案 那个所谓的这个 报警得来数啊 我在警政卫生的质询里面 我还是有问过局长 文三一文三二 分局的合并案 经过了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部门质询 所有结论都已经出来 部门质询 所有议员都反对 但是局长说你还要在什么 在研议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要研议什么啊 这个议员 文一文二 其实真正跟地方的那个 有关的是派出所 可是文一文二派出所都没有动 我们之前讨论公共政策 你有讲嘛 民意专业价值 但是这个专业跟价值 这个专业跟价值很难分 这个专业上合并是没有问题 从专业上来讲 合并有几个问题 稍微跟你讲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谈到 TAP快打部队 快打部队在分局里面 所以你现在知道文一文二 两边各有不同的治安热点 所以TAP快打部队 到达现场的时间会延迟 这第一点对不对 那第二点就是 我们把文一文二整并了 什么人员会少一半 行政嘛 行政业务 double 然后官少了一半 也就是说 基层远景士气 那个motivation 他少了一部分 少了个分局长 少了副分局长 少了这些 少了很多啊 做这些 这些都不是 因为政策都是选择嘛 都可以牺牲 这些我们牺牲掉以后 那我们要获得的价值是什么 你文一文二的政策目的 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都去掉 然后最后我们得到些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请问市长你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 驱风所跟派出所 其实我跟你讲 除了那个中正一中正 还涉及那个总统官邸 这实在是 一时间没有办法去动 太快了 我觉得文一文二 从专业上 我实在想不 这个就变成你要说服 我觉得专业上是没有 对啊 我说你也要说服我 就专业上 我刚讲了快打部队 第一个快打部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整病 你整病省多少钱 省了五百万 对不对 总共省了五百万 为了这五百万 然后我们做一个整病 那你也要说服我啊 你也要说服我台北市民啊 就是你为了五百万 然后你牺牲掉快打部队的时间 你牺牲掉了忽略掉基层名义 然后你牺牲掉了这些官员 也就是说内部升迁的 这些基层远警的士气 我们牺牲掉这三个 成就了什么 省五百 那这五百 这是一个tree off 这五百值得吗 第一个 快打部队我想这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专业上去调整 甚至那个机动部队 不一定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 这个倒是 我觉得快打部队这不会有影响 这可以靠管理来解决 第二点 我就很不喜欢那个 老实讲如果为了九个人 可以阻挡一个政策 那我们再分个文山 让更多的人可以当分局长 不是更好 九个人可以阻挡一个政策 什么意思 九个行政官员的意思 九个位置 那个中阶 应该算是中阶官员 或是说这个少掉一个分局长的位置 这个我非常有意境 我觉得不能为了少数几个人 去阻挡一个政策 没有人为了少数几个人来阻挡政策 对啊 或者是违反的价值 对啊 所以你的价值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做整病这件事情 合而为一 从二变一 目的 政策目的是什么 应该是当年在设文山区的时候 当时应该一次解决掉 不是 目的是什么 文山区当年在做的时候 因为文山是景美 文山是木炸景点 跟木炸合并 对整个抓在一起 所以它的幅源其实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长期以来大家这样子做 那你现在要做整病 我现在看到你除了就是说 我要把二变成一 我要把二变成一 我要把二变成一以外 没有你的政策目的价值 你的政策目的价值是 好 你说十二个行政区都要统一 这可能是你的目标 或许是这个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说 你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你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警政跟护政都是合一 同样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就管理上 就管理上来讲 管理上来讲 管理上应该是没有缺点 而且不影响基层的 不影响民众的权益 不影响民众的权益 也就是说服务水平 因为跟服务水平有关 最直接是派出所 对 所以你现在要说服我的说 你从结构上的问题 就是说我调整结构 并不会影响我的管理 跟我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二合一 是我要做的事情 对 这是结构面 对 就我单纯看到就是说 就只有文山有两个分局 我看的就是不开心 然后我要做合并 是这样吗 不是不开心 因为所有的民意都告诉你说 包括民意专业价值 我们刚刚都提到了嘛 TAP延迟 省的钱不多 然后做的这些事 少了这么关 基层员警士气牺牲掉 照这个如果这个吹 off 是五百万的话 其实我讲真的 如果这个吹 off 是五百多万 说老实话 我觉得十二个行政区 都设两个 士林我觉得可以设两个分局 内湖我也觉得可以设两个分局 为什么 因为地理浮原够大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吹 off 民众当然会觉得就是说 你可以让我更安全 或让我对治安更有信心 但是从你现在这个政策里面看到 不管是民意价值 专业这个部分 好专业 你讲TAP 你希望靠管理面来解决吗 基层远警士气面 你说不能因为少数人 而牺牲掉所谓的 我不知道牺牲了什么 因为这些官员是本来都在的 这些行政的这些负担 这些行政的这些人 也本来都在 所以我不知道你牺牲掉什么 所以民意反对 专业 然后所谓的这个价值 最后衡量到剩你一个目的 就是你被埋在你心中的 那个理念 那个想法 就是为了要把二变一 这个概念 这个现状 去打破 他最大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单纯看到 就是说文山不能有两个 就只要有一个 那就是 就附政跟警政的合一 我觉得 民意专业价值 专业跟价值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民意上就是说 价值是什么 第一个 如果可以省500万 为什么不省500万 如果可以省500万 对啊 所以我们刚讲 专业跟这些部分 TAP延迟 对不对 然后你拿那个分局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说你要拿那个分局做都根 要做重建 要盖空宅 或者做这个 所谓的这个 拿那个分局重新再盖 那maybe make sense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所有的民意 你造成民众治安的恐慌 对不对 你TAP这边 然后基层远景的士气 这是500万值得吗 省500万为了这个值得吗 你刚才优优卡 我们刚才讲的时候 随随便便优优卡 获利就少一亿了 却没 他还没讲到 其实牛奶一亿 优优卡那一亿啊 不就有了 一亿很多 一年一亿 开玩笑 对一年一亿很多 我也觉得很多 不然我优优卡干嘛那么气 跟你在那边争 获利少一亿耶 优优卡是以台北市本位的话 是少钱 不过就全国的利益来讲 是还好 就说那还是让他进入市场竞争 他从公转到私了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 我现在给你谈文一文二 文一文二是这样啦 民意专业价值 专业上是这个都可以克服 价值的话 对我来讲 省500万就省500万 一年省500万也是钱 省500 而且可以造成 牺牲掉计程员警的士气 牺牲掉文山居民对治安的信心 然后牺牲掉快打部队那一两分钟 你如果为了省这500万 文山区一年快打部队 其实出动的次数不太多 大概四五次左右 但哪怕一次 就慢了一两分钟 而出现了重大的洗浪 那你可能就要负责 专业上你讲那些问题都可以克服 而且事实上我认为 跟民众的利益一点影响都没有 因为跟民众之一有关的是派出手 所以看起来整兵是世代必行 我觉得这没有 就是说理论上 道理上 我们认知来讲 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我就想不通 那你还讲那kimoji 那个是一个要讨论的 那真的是个kimoji的问题 但是那是这样 一个国家 我常常说一个国家的进步 常常为什么会说 几个人要在挡住 所以这样 对的事情不能做 今天没有因为几个人而挡住 所谓文一文二者兵 今天是很多人在挡文一文二者兵 不管是地方民意代表 文三区43个里 有42个里长连署 就因为他们对这个治安没有信心 然后包括所谓的 你如果单纯的把它曲解成为说 因为几个所谓中间干部 所谓文三一分局 或二分局的几个行政官员 好像为了不想要合并 而阻挡你这个政策 那你大可以对文一文二做开刀做整病 文一文二分局长 今天应该在场 我们时间暂停 请文一文二分局长 文一文二分局长应该在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 没带 没来 好啦 叫他们表态也是害死人 不然局长你表态好了 沒有啦 我倒觉得这个是可以辩论的 我觉得很奇怪 局长你所领导底下的 这些分局长 这些副分局长 这些分局的官员们 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权位 然后不接受市长的警政改革吗 他们 他们会因为他们的位置而反对吗 因为市长刚才隐晦的提到 就是说为了几个人而阻挡了改革 除了这个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对啊你除了这个你想不出其他理由 局长 这个是市长对你的挑战 市长的评论现在是说 因为 因为这几个官员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而不要整病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市长请你让局长回答 我想这个我们有审慎评估 你们有审慎评估说 你的下属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挑战市场 是这样 警察是一个有纪律的团体 警察是有纪律的团体 所以警察是有纪律的团体 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去 而去做这种阻挠改革的事情吗 我相信不会 因为你之前我们第一页 回到第一页 你过去第一任 在做的 你想要做的事情 全部都失败了 所以我想请问 你的这个idea到底从哪里来 是你自己想到的 不会啊 就当时这个 我们第一任的时候 其实主要一些证件 谁给你的意见 谁告诉你说这样做可以 这不会是你凭空想到的 如果是你凭空想到的 这上面这四个 都是你凭空想到的 都失败了 所以文一文二的合并案 去做这种无聊的结构性整病 然后省那个单纯的五百万 然后为了整个城市 然后整个城市 开始浮躁 何苦 这个idea出自于谁 你有警政的顾问吗 文一文二合并 我们一样 在内部讨论 他们要能够 我们都是市长市会 你要有办法说服我们 警察局要能够说 这个政策是这样 你们 所以你要有办法说服 市长 所以你的意思说 局长要有办法拿出 数据来说服我 都叫我不要改 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啊 他们这个 这个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 你说不同意 你要讲你的理由 那局长内部的文件呢 不过 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这样 他创新是台湾唯一的出入 所以我们要有勇气 可以勇于创新 当然要勇气勇于创新啊 问题是你这个结构是创新 就像你讲的 你改了分局 然后牌出手都没动 你这只改了结构 改了kymoji 然后改了一个什么 改了一个虚幻的 这个酱 这个壳就好像我们收掉一家公司 然后省五百万 但是这个公司某种程度上 他在信心上 他在快打部队上 他还是有他的专业价值在 所以你牺牲掉的东西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这个tray off五百万 这是价值问题 你可能觉得值得 我可能觉得不值得 地方上的民意 里长 议员 都觉得不值得 那这个时候 请市长尊重民众的意见 也请你衡量 再一次的衡量 这五百万的tray off 到底合不合理 好不好 那我们可以考量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辩论的题目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什么时候 要来辩论这个议题 我都愿意 我刚才不是辩论 我就说你要讲的 是不是说 他有什么 这就是五百万的tray off 我们还是提到这个部分 好不好 时间暂停 我们看下一页 市长 市长 刚才红威议员提到公共住宅 我相信你在这几次的 这个会议里面 也看得出来 公共住宅的这个政策 需要很大的调整 包住带管 中央给了我们两千两百户的quota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媒合到七百零四 稍嫌OK 还可以 有待加强 还是要继续努力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们过去也讲掉 公宅 会留标最大的问题 还有公宅 现在我们公宅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公宅有一个隐藏性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这件事 台北市政府现在有 一万零六百五十户正在住 正在有人居住的公共住宅 所以我们每年补住多少 中央补住了3.4 台北市政府补住了5.7 按照你的两万户的公宅 甚至未来五万户的公宅 这样一个速度 台北市每年在这上面要花 好几亿 对不对 大概10亿 到15亿 甚至到20亿 所以公共政策 再一次像我们刚才讲的 公共政策都是选择 没有绝对对与错 但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过去我们在谈公共住宅的时候 因为我们把公宅盖的 林州民盖的太好了 对 所以很贵 同样的价钱 一般民众其实可以去租到 旁边的老房子 只是没有那么新 所以台北市现在每年花 现在是5.7 未来会花到十几亿 每年花十几亿 补住一群 补住一群 相对来说 并不是这么弱势的民众 而我们牺牲掉了 就像我刚才过去 不管是我 不管是李新议员所提到的 安康平宅的这些真正的社会弱势 这其实是一种预算上资源的措置 所以市长 在这方面 我认为公共住宅政策 有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整 有啊 而这样的调整 目前您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们最近有拜托邓副市长 开始组织专案小组 开始收集外界的意见 不管那些什么 就是各界的意见 其实你讲得对 我们的公共住宅还有一个东西 隐藏性成本还没开始出现 免天的费用 不得了 所以我们的确是 盖到这一万 其实我们正任自己盖的 也不是两万戶 是一万两千戶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stop下 要思考一下 重新整个政策要 就是我们花了纳税人这么多的钱 但我们真的有照顾到 这个城市最需要照顾的人吗 目前看起来不是这样子 你讲的都是我们有在反省 所以我们最近要整个 公共住宅政策要重新调整 所以我希望市长可以在这方面 做强大的调整 我给你一个方向 我希望台北市大家都讲 都更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把它转做都更的中继住宅 然后拿来做方案式的鼓励 让第一波参与都更的人 让他去住这个房子 来做 不管是公办都更也好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 会让台北市的都更加速 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考虑 因为不管是成本来讲 这些我认为 台北市花这样的代价 做这样的政策 我觉得值得 其实你讲的 马上可以说是广池跟鹿宝草 他应该是旁边那个 都更的一个中继住宅 这的确是没有错 所以这个我没有想到 所以应该要 其实我们都有类管 但是他们实在是公务员 他每天能够做的事情就这么多 你逼他他也是这样而已 你的意思是说 你做的事比公务员多 对不对 他们没办法每天上班时间这么久 公务员需要 公务员需要一个政策方向 一个开明的讨论 至少在刚才文一文二上 我看不到开明的讨论 公务员现在每天追着你 天花乱坠 盲天在那边想的这些政策 都来不及 这种时事 有没有 其实有时候听听议员的话 会有一些不错的政策 有啦你讲的我们都有 其实你还没讲 我们就有反省到 所以第一个要 其实我们的公宅 作为整个 那个旁边都更的一个中继宅 是对的 所以鹿宝草跟广池 应该有这个共用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政策 我希望你能够提早宣布 因为台北市的都更牛部化的时间 时代太久 如果没有诱因 坦白讲一般的民众 就像我之前讲的 他们陷入了什么 他们陷入一种理性的障碍 理性的障碍 告诉他们说 因为我的资讯不对称 所以我等越久 应该可以拿越多 所以整个台北市 大家都在等 等到最后都更怎么做 就没办法做 我想是这样 刚才讲那个广池跟路保长 其实旁边的一个都更的一个综艺站 这计划把它列进去 就列管 然后那个 讲那个公宅政策 我觉得我们 已经到上网招标 这个就继续找 下一批要怎么做 真的要停下来想一下 所以拜托市长 尽快的调整 有啦 我们正在讨论 好不好 广池那边 已经找了 工作站 准备要来主动去 去推了 鼓励附近 然后公部门自己进来 我们做公办都更的诱因 然后让民众真的能够接受 去做一两个show case出来 民众才会理解到都更 政府的价值 政府的位置在哪里 政府能够保障公平 然后让都更好好做 那这样子台北市都更才有办法走 对啊 这才是真正做时事 对 做这个事比做总统 有意义多了吧 你讲的那个 我没有把它列管 其实我已经讲了 但是就是要实际 好我希望市长 既然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 政治的承诺 包括公宅政策 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能够继续的让台北市 往这个好的方向去走 因为现在都 现在公共住宅 挫制的这个状况 其实蛮严重 我们花了太多的预算 在照顾一些 我不能讲 他不应该照顾 他同样也应该被照顾 只是相对来讲 他的急迫性 并没有这么高 这是一种价值选择的问题 对 在这个选择上 你选择了 抛弃最辛苦的人 照顾到 比较相对不辛苦的人 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好不好 同意 好时间暂停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 市长最近 从刚刚文一文二 我们就发现 你最近想赚钱 想疯了 五百万都想省 现在 所有我们大安区的民众 现在在讨论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现在想要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BOT啊 大安森林公园 不是 是这样啦 BOT 这离你家也蛮近的 不是 我们那个大安森林公园 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几乎没有地方 可以坐下来喝咖啡 除了现在那个路易沙那一块 那一块 那一块是在 在车站这一边 整个里面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 嗯 可以坐下来啦 但没有商业行为 唯一有的商业行为 是捷運站那边 对 所以 所以你觉得说 要来做一个 十五年的 很好的BOT 盖得很漂亮这样子 然后顺便赚点钱 How to do 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安森林公园 因为我自己去 进去晃 其实走老半天奇怪 这个是规划案 请问 盖在哪里好啊 这个可以讨论 这个可以讨论 你觉得盖在哪里好 这个 你知道上面所有的 除了房災公园的停机坪啦 保育用地啦 国有地啦 这几个部分 上面最大一部分是什么 过去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你自己都很引以为傲的 是做什么 大安森林公园 你引以为傲 你最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跟民间团体 就是 我们做 富裕萤火虫 你现在富裕了萤火虫 然后真的很漂亮 然后转眼之间 有没有 萤火虫不要了 我们要在那边 在萤火虫的富裕地附近 做BOT 这是什么逻辑啊 这又是一个突发奇想想到的事情 你在萤火虫的富裕地 做BOT 他们选萤火虫的富裕地 不是 整个区块 在这个区块上 是萤火虫的富裕地啊 他附近也都是啊 你都会影响到啊 萤火虫富裕地 它有个专属的区域 不是啊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idea 怎么做可以讨论 你要用快餐车也可以 反正就是 能不能有个地方可以坐下来 自己怎么做可以讨论 反正一定要赚钱就对了 赚钱很重要啊 赚钱很重要 赚钱很重要 赚钱就不重要 你悠火虫卡赚那么多 现在赚这么少 一直在赚小钱赚大钱 我不懂耶 悠火虫卡你换新好了 你为了整个城市不对等 一年牺牲掉 你看每年一亿 一亿一亿一亿 已经三亿了 三亿要做多少餐车啊 大安森林公园这件事 可以讨论 怎么做可以讨论 我没有预设立场 但是就说能不能 因为一个这么大的公园 其实你过去也有一个失败的政策 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搞不好可以拿来用一下 就是什么 iForting 好不好 好啊 这件事情拿来各个理 旁边周边理 可以 可以 因为这一样是价值选择的问题 这可以 这一样是价值选择的问题 我只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不过有一点 你的政策 实在是转变的 让我看不太懂 你刚才又做了萤火虫 又在萤火虫这边BOT 所以一定不要影响萤火虫 一定不要影响萤火虫 所以在不影响萤火虫的情况下面 然后BOT 不管是坐餐车也好 如果BOT真的房子 我们也不知道去盖什么很大的房子 应该是 应该题目是 先确定目标再确定手段 目标就是说 能不能有个地方 大家可以坐下来 喝咖啡要干什么 至于怎么做到 那可以讨论 市长我还是给你一个建议 你看从我们沟通辩论 这么多议题 这样看起来 你对大的东西 是比较散 但你对很narrow的东西 看得很仔细 所以省小钱花大钱 这个状况是很严重的 你看UO卡赔这么多钱 然后现在为了要赚钱 为了要省钱 文一文二省五百 然后在这边 然后大安森林公园 这样可以赚多少 一两百 不是大安森林公园 那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为了有地方坐下来 然后公共住宅政策 一个错误出来 5.7亿 就这样花掉了 政策选择其实很重要 你如果能够花多一点的心思 在比较大的事情上面 你现在是市长 你管的是一个一千八百多 每年一千八百多亿 预算的 这样算一家公司也好 你要讲到政府也好 做服务业也好 你看小不看大 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看小不看大是什么意思 你把你的心思花在做 没有没有 这个我没有下指示 这不是你下的指示 不是 我是说要 这个餐车是谁下的指示 刚刚看你讲的很开心 我觉得是你的idea 不是 我是说整个大安森林公园 应该有地方 坐下来喝咖啡或休息 大安森林公园 你找不到地方坐下来休息 坐下来休息多的是 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喝咖啡 这个商业行为是没有 这也是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因为我看你讲的真的很开心 眼睛都发光了 然后也都没有在抓头 对不对 感觉到这个idea 完全就出自于你 对不对 是吗 不是 我只是说 拜托好不好 一个市长 管大 不要管小 对不对 文一文二省了五百 牺牲这么多事情 造成这么大的风波 大安森林公园 弄个餐车这件事情 居然是市长的直接一致 所以你都说 你都讲了 你刚不是讲公务人员 一天只能做这么多事吗 他们现在为了满足你这些 对餐车这些 他们其实浪费很多事情 在内耗上面 好好的把daily operation做好 这不就是更好的事情 好好的去把你该过去 转弯的这些政策 好好的检讨 特别是大方向 你看 大巨蛋 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双子星 你好 双子星 跟我无关 双子星当然跟你无关啊 问题是你现在要正式的去 challenge中央 问题到底出在哪啊 今天南海如果是可转载 那认股权是ok的 如果是吃压 那根本跟股权无关嘛 好时间到 给第二组 咨询组报告 我们还是休息十分喔 休息十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